办公室里剩下的三个人一闪身躲在门后,突然一个不明物体飞了进来,在屋内飞行一圈,然后漂浮在空中。 三个人齐齐看向那个物体,一名特工喊道,这是什么东西? 他的话音刚落,一个身影在门口快速窜了进来,耳边传来沉闷的枪声,三个人带着布杆倒在了地上。 杨洛没有停留,一闪身又窜了出去,追踪器嗖的一声在头顶飞过。 整栋大楼传来密集的枪声,李涛上了二楼,没有发现一个人,然后又向三楼跑去。 李涛突然停下脚步,站在楼梯楼口转角处,拔下弹夹看了看,然后咔的一声鞍声,镜片显示器出现一个个身影。 李涛嘴角勾起一抹视鞋的笑容,一个,两个,三个,七个,没了。 舒文一步跨了出去,没有任何犹豫地扣动了半斤。 砰砰砰。 不到三秒,七声枪响,李涛看也没看,在镜框上按了一下,追踪器嗖的一声飞了回来,李涛迈步又跑向四楼。 丹恩的声音在耳脉里传来,李涛,上面没有人,疯子马上就下来了,你们快点去一楼。 李涛停下脚步,转身又往回跑,刚刚来到一楼,疯子也在身后出现。 解决。 杨洛吹了身后上,在右侧走廊的尽头对他们招手,许航和德尔已经等着呢。 李涛和疯子走过去,李涛黑黑笑着说,美国安全局也不过如此嘛。 许航说,这是晚上,而且又被我们骗出去不少人,要是白铁,我们能不能全身而退,都两说。 杨洛抬起头,看着摄像头,伸手做了个OK的手势。 恩恩,把门打开。 在恩恩嘴里含着棒棒糖,看见杨洛手势,双手在键盘上一阵快速敲击。 叮的一声,杨洛面前的合金墙壁缓缓向两边退去。 地下室他们的核心区域,我们那人一定在那儿。 啪,杨洛打了个响指,笑着说。 恩恩啊,找找他们的军火控。 说完,迈步走进电梯。 李涛他们站在杨洛身边。 戴恩恩双眼盯着电脑屏幕。 注意,电梯外有五个人,手上没看到武器。 骂他,这几个中国猪还真难对付,到现在也不开口。 一名白人青年骂道。 哦,菲尔,不要这样。 我母亲曾经说,生气会使人衰老。 你要控制,控制懂吗? 一名黑人说的。 Shit,他们在上面享受,我们却在这里和那些该死的中国特工,好控制。 菲尔,你这话要是传到头的耳中,小心你的屁眼开花。 另一名黑人耸耸肩肩说的。 叮。 菲尔说的。 吃完野消回来,再修理那些该死的中国猪。 电梯门缓缓打开,特工突然见到电梯里的人,一乐。 你们是什么人? 杨洛书打了个招呼,笑嘻嘻地说。 哼,这詹姆斯邦的先生,你们好啊。 这说话的那个家伙居然是东方面孔,心脏猛然一跳,一种不好的感觉在心里生疼而起。 没有任何犹豫,右手快速地叹架后腰。 杨洛再一次笑嘻嘻地说。 好意思见面,送你们一份礼物,千万要收心。 五个特工瞳孔极具地收缩,只照着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还没等他们有所动作的枪口同时喷出火光。 啪啪啪啪。 一阵沉沉声响起,五个家伙身体不停地轻尘,渐渐点叙滑。 呸。 副手探在尸体上,骂的一群垃圾。 杨洛外部走出电梯。 戴恩,把门全部打开。 宋维看着戴恩双手在键盘上敲击,又看看去,兴奋的情绪一直没有消失。 杨洛,你太帅了,简直爱死你了,你全都杀了,我最讨厌美国佬了。 宋维的声音隐隐传了,杨洛满脸黑鲜,这丫头还真和戴恩双一个德行,居然这么血腥暴力。 现在他真的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把他带回国? 一戴恩就够呛了,要是再加上宋维,还不把单子来。 他可听说,他那个前辈叶天明,可没少给戴恩背黑锅和屁股。 就在这时,宋维的门缓缓打开,在几个门里探出几个脑袋,一个家伙骂他,怎么回事? 砰砰砰。 刚刚看出头来的几个人,这也不怪他们大意,谁能想到会有人跑到安全局来砸场的。 特工在老百姓眼里确实是神秘而可,他们的战斗力也不是一些暴力机构人员能比的,可是和真正的职业军人比,那就是麻雅像的区别。 尤其还是杨柳他们,那就是杀人机器。 几个人站在那儿没有动,三个追踪器快走,通过眼镜上的显示器没有看到一个人。 结束了,之后把飞回来的追踪器收起。 马赫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一见枪声,一个机灵做了枪。 当他看见门已经打开的时候,兴奋地喊了一声,啊,不会是可爱的杨来了吧? 说完蹦下,晃晃悠悠走到门口,小心翼翼搬了喊出去看了看,然后惊喜地走了出去。 天啊是你们,你们能来救我简直太好了,该死的,你们简直比上帝还要可爱。 杨柳迈步走过来,对于他知道他的身份并不奇怪。 作为旧金山基组的负责人,要是没有他的资料,那才怪了。 你叫什么名字? 马赫夸着,天啊,天啊,你居然不知道我是谁,真是让我伤心。 说到这儿,他突然打了个冷战,他发现杨柳脸上也有任何表情,眼神冷得能把他冻结。 好吧好吧,杨,你的眼神大了,我叫马赫,所有人都叫我鬼魂。 妈的,这些该死的美国佬都成了鬼,居然把我在拼头的怀里逮到这里。 杨洛森冷地说,你们有几个被抓了。 马赫妈,妈的,除了我好像十四个,几个跑了。 这帮不讲义气的家伙,若没有理会马赫,直接走向不远处的一个门。 李涛指着另外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有一个。 马赫瞪大眼睛,看着四个人分别走向死房间。 难道这帮相互有透视眼,不需要查看,就知道人被关在哪个房间吗? 杨洛走进房间,看见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地靠在一个合金椅上,身上布满伤痕,衣服已经破烂不堪。 被一斤干枯的血液粘在身上,看样子就是没死,也只剩下半条命了。 杨洛面无表情走过去,女人听见脚步慢慢抬起头,看见杨洛的打扮一乐,说的说。 你是谁? 杨洛一枪打断手铐。 不是国家朋友的,能够行动吗? 听见杨洛,女人本来失去光彩的脸,出现一丝血,眼睛也越来越亮。 说完站起身,可身体一晃,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杨洛他伸手把女人抱起来,然后扛在肩上。 等他走出来,疯子已经出来了,上也都扛着一个被修理的不成人形浑身上。 马赫挥了下手,喊道, 你们快走吧,绞尽美国政府出动军队,把我们都消灭。 杨洛说, 戴恩找到他们的带用户没有? 戴恩的声音快离。 找到了,在地面一楼,左侧镜头的一个地下室。 杨洛点点头,看下马赫。 知道他们的资料是吗? 他总监,天呐,杨,你把我当成那个该死的上帝了吗? 我怎么知道他们的资料是在哪儿? 杨洛回头看了看,这里就那么几个房间。 疯子,你去看看,招待。 是。 疯子把肩膀上的人直接扔给马赫。 马赫急忙接住,身体晃了一下,不满地喊道, 嘿,该死的,我也受了伤,你怎么可以把他交给我? 疯子一笑,脉步挨个房间搜寻, 直到搜寻到最后一个房间才走进去。 紧接着,里面传来一阵砰砰大响, 浓烟在那个房间里飘了出来, 还有电火花到去。 很快,疯子跑了出来, 解决。 杨洛迈步就走, 他靠他们跟在身后, 刚刚走了几步, 就听着传来扑通一声响。 深度停下脚步转回身, 看见马赫那个家伙手舞裤裆, 眼泪汪汪地看着他们。 而受伤的那名兄弟被他扔在身边, 正怒地去眼睛看着马赫。 疯子骂道, 啥子,怎么了? 马赫哭着脸说道, 开死的, 刚才买步用力过猛, 扯到蛋了。 杨洛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 嘴上勾起一抹笑意。 疯子黑黑一笑, 把那名兄弟抱起来扛在肩上。 马赫, 竟然扯出来没有啊。 马赫站起身, 手势不揉了揉。 原厂的蛋壳质量比较过关, 好像是没什么问题, 不过这还需要去医院, 毕竟专家才是权威。 戴恩恩的声音突然传来。 杨洛,快出来, 那些特工回来了。 杨洛一挥手, 快点走。 几个人不再耽误, 跑向他。 几分钟后, 出现在一楼。 杨洛把肩膀上的女人扔给李涛。 疯子, 把钮扣炸弹给我。 疯子在一兜, 掏出一把钮扣炸弹, 交给杨洛。 杨洛接过来, 跑向对面的走廊。 先走。 李涛他们没有任何犹豫, 疯子疯狂地跑出办公楼大门, 冲进屋屋中。 马赫打了个冷战, 一边跑一边跑。 妈的, 这个该死的天气, 难道要帮他? 这个家伙一直骂骂咧咧, 可奔跑的速度, 不比李涛他们呢。 杨洛来到走廊尽头, 三药库的门已经被打开, 迈步走进去, 然后顺着台下跑。 时间不长, 眼前空间突然开阔, 整个弹药库的面积能有近千。 杨洛也没有细看, 把五枚钮扣炸针在一个弹药箱上, 然后把剩下的钮扣炸装在兜里, 转身就往回跑。 看他。 快点, 三分钟之后, 他们的车就会沉。 杨洛一边跑一边检查, 发现只有三颗狠狠地骂了一声。 骂归骂, 奔跑的速度还越快, 伸手把钮扣炸弹又在一兜里, 然后挨个按下起爆按钮。 做完这一切, 也已经来到大厅, 几步滚滚进雨幕, 疯狂地向大门口跑去。 戴恩喊道, 杨洛, 快点出了。 宋伟紧张地看着电脑屏幕, 双手握着小拳头, 紧张地说, 快点, 快点, 杨大哥快点。 戴恩脸色有变, 杨洛, 来不及了, 快点向南面跑, 面里比较暗, 这时候你再想办法出来。 杨洛脸上狂傲的笑容, 疯子, 你们安全没有? 老爸, 我们已经出来了。 好, 杨洛狂吼一声, 等待我的命令, 起爆炸弹。 就在杨洛距离大门口, 有个小, 汽车雪白的灯光照射过来, 汽车出现在视线中。 车里一名白人中年人, 看见在雨中跑过来, 疲了。 怎么回事? 另一个人说道, 挺事的情况。 看着人影越来越近, 中年人心里突然感到一阵不安,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 车已经停了下来, 而这个时候, 那个身影跟奔跑的脚步, 低着头笔直地站在暴雨, 就像耸立在那儿的高山, 给一种强大扑感, 任凭狂风暴雨的抽打, 威力。 波利斯, 你下去看看, 小心点。 波利斯点点头, 打开车门, 一条腿刚刚迈出去, 就看见那个人影一抬头, 露出一个东方人的面孔, 对着他们咧嘴一笑。 波利斯的心脏猛然一跳, 瞳孔急剧色, 不确的本能告诉他危险。 没有任何犹豫, 脚一缩, 砰的一声, 关上车门, 把枪拿了出来, 对着前面那个身影, 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 单头疯当玻璃钻了出去。 杨洛站在那儿, 一声狂响, 双腿用力猛然向后一跃, 在转身的同时, 右手高高扬起。 现在不止波利斯, 谁都看出来有问题了, 全都把枪拿出来, 探出窗, 窗口, 门扣半斤。 砰砰砰, 嗖嗖嗖嗖。 灼热的弹头穿过云木, 腾气阵阵雾气, 在杨洛身边飞过。 杨洛! 不知谁骂了一声, 这么多枪, 竟然打不到一个人。 这对他们娇狂自大的特工来说, 还真是一种侮辱。 追! 那名白人中年人脸色铁青的喊道, 哄哄哄。 他的话音刚入, 就感觉到大地开始摇晃, 耳边传来阵阵剧烈的爆炸声。 安全局的大楼腾起浓烟, 火光在楼底钻出, 整栋大楼开始倾斜缓缓倒了下来。 同时, 三辆汽车也被一股强大而恐怖能量, 狠狠抛向十几米高的天空, 车体被看不见的能量似得粉碎, 不知道是什么零件在空中搜索乱窜。 一个个人体暴露在空中, 无论没死的, 死的瞬间被火光吞没。 杨洛纵身一跃趴在地上, 双手死死抱着脑袋, 感觉到各种物体带着笑声在头顶飞过, 一动不敢动。 大概过了能有两分钟才消停下来。 杨洛晃晃脑袋爬起来, 看着已经倒塌的安全区大楼哈哈大叫, 竖起中止骂他。 哼, 骂他, 质量这么好, 都他妈的倒了, 居然还这么完整。 说完几颗腰带, 晃着屁股撒了抛尿, 嘴里嘀嘀咕咕咕地说, 不能白来一次, 怎么也得留点纪念。 戴恩恩不满的声音在耳脉里传来, 杨洛, 你这个混蛋, 快点走了, 这么大的爆炸声, 一定会引起注意的, 很快整个旧金山的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门就会过来。 杨洛黑黑笑着系上腰带, 急什么呀, 没看见我在撒尿吗? 呸, 戴恩恩催了一声, 臭林芒, 回去撒不行啊。 杨洛提了提裤子, 晃晃悠悠走向大门。 哗, 不知道人有三级吗? 撒尿乃人生大事, 怎么能耽误? 远远传来的巨大爆炸声, 把安全局附近的居民在睡梦中惊醒, 纷纷在床上爬起来跑到窗前。 看见安全局大楼已经消失, 火光还在燃烧, 被大雨一焦腾起浓重的雾气。 短短不到五分钟, 旧金山市区警笛四名, 一辆辆警车连同某些安全部门的人马, 飞快地赶赴爆炸现场。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也接到了报告, 但并不知道是哪里发生的爆炸, 马上拨打了旧金山警察局的电话。 怎么回事, 刚才哪里发生的爆炸, 恐怖袭击吗? 我们怎么一点情报都没有收到? 警察局局长塔特尔一阵大骂, 骂他, 等你们得到情报的时候, 白宫就被炸平了, 不费物。 塔特尔痛快地骂了一阵, 这套报警电话, 可能是安全局总部发生爆炸。 中央情报局的人一听就傻了, 放下电话之后, 拨打局的电话, 突然发现有线电话全部断了, 他们这才相信是真的出事的, 然后急忙向上面汇报。 埃尔菲雷德在家里不安地来回走动, 联系里也没有联系上威尔森, 这让他心里很不安。 叮咛咛, 急促的电话凌晨间响起, 吓了埃尔菲雷德一跳。 这么晚了打什么电话? 走过去拿起电话, 喂, 什么? 我马上过去。 埃尔菲雷德放下电话, 脸色苍白地下去。 雨夜, 三辆车在急促的飞驰, 杨罗坐在车里, 实在是太紧了, 居然坐了六个人。 可这也没办法, 总不能让马和他们跑回去。 这带恩恩的车能装几个人, 不然还真麻烦。 杨罗对着耳麦说道, 南公方, 起飞机, 我们今晚去华盛顿。 还有, 通知所在家里老老实实地待着, 远离下水道, 酒精将会迎来一个不眠的夜晚。 我们走吗? 戴恩恩的声音传来, 杨罗对, 直接去机场。 戴维斯还在酒店呢? 杨罗一拍脑袋。 南公方, 马上联系酒店, 把戴维斯直接送到机场。 埃尔费雷德狼狈地赶到现场, 满脸撇清着一经他的总部大楼, 嘶声吼唐。 混蛋, 混蛋, 不要让我抓到你们, 不让你们送进搅肉机搅成肉馅。 中央情报局的局长特纳, 站在埃尔费雷德身边了。 这个时候, 塔特尔走了过来。 这些恐怖分子胆子还真不小, 居然敢炸了安全级。 特纳西尼一动, 安全情报局信息是共享的, 安全局抓了中国的, 他也知道。 那这件事情, 除了那几人, 没人会这样做。 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死出来。 如果能够抓住这个该死的中国人, 这可是天大的功劳, 何必让别人分享呢? 想到这儿, 看着埃尔费雷德说, 我回去组织人寿调查, 你们在这里寻找一下线索。 也没等埃尔费雷德说话, 转身就走。 两个小时后, 车停在了他丰家的私人机场。 这个时候, 戴维斯站在那儿等候。 杨洛下了车, 快点登机。 十多个人快步跑向前上了飞机。 马赫坐到椅子上, 骂他, 老子的小命终于捡回来了。 是, 你这个狗娘娘的, 对我还真够意思。 杨洛检查了一下其他四个人的伤势, 发现满黑嫌, 才松了口气。 没有问题。 南宫峰对着一名高买兄弟说道。 是, 那名兄弟跑向驾驶舱。 飞机缓缓启动, 在引擎的火中, 飞机冲天而起。 杨洛翘起二郎腿, 看着漆黑一片的窗外, 声音缥缈地说。 我们头一定会给美国政府一个惊喜, 让他们永远都不会有钱。 李涛说。 该也。 杨洛嘴角一决, 站起上到机舱另一边比较宽敞的地方, 透过窗户看去, 笑着说。 那就让我心想迎接着辉煌的一刻。 说完, 啪的一声打了个响指。 戴恩, 这个是喜欢玩的, 还不快点啊。 戴恩恩小脸乐开了花, 把嘴里的棒棒套拿出来, 拾起来撒击, 然后又放到嘴里。 看我的, 这将是戴恩恩小姐又一次矿石杰作。 说完, 打开笔记本电脑, 双手快速地在键盘上敲击, 入侵了旧金山电脑的中间数据, 直接调到了一万幅。 戴恩恩站起身, 兴奋的一阵欢呼, 小拳头在空中挥舞了两下。 为伟大的戴恩恩小姐欢呼吧。 宋维不知道戴恩恩要干什么, 可也知道, 是非常好玩刺激的事情。 大眼睛鸡皮一阵乱转, 站起身跑到杨洛身边, 窗户向下看去。 可现在已经在几千米高空, 什么都看不见。 不一句什么, 又跑回去, 站在戴恩恩身边问他, 姐姐, 你要干什么? 戴恩恩笑起来, 哼, 一个非常伟大的杰作。 仙气的手指狠狠敲在了键盘上, 虽然是晚上, 儿子是大, 但过惯了夜生活的人们, 此时没有睡觉的很多, 而且那些娱乐场所正是黄金时间。 突然, 整个大金山所有的电灯一阵闪烁, 紧接着啪啪的跑铃, 无论是电视或者是其他的电器都冒出了火光, 强大的电压击缓了所有器和设备, 整个旧金山陷入了一片黑暗,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感到了尽力。 旧金山的下水道, 几处被许航做了手脚的电缆, 突然冒出了火花, 火光猛然窜起, 紧接着沉闷的爆炸声, 串联起来的鞭炮在地下不断的响起。 大地下水道井盖纷纷被强大的爆炸枪起飞上天空, 火光在下水井涌然窜出, 映红了整个旧金山的雨液。 连续爆炸带来的沉迹, 连续爆炸带来的沉迹, 直到冲击的就像海浪一样起伏, 爆炸带来的剧烈震动, 让旧金山市民惊慌失措, 大喊着地震在房屋里蜂扭而出。 可这样的混乱并没有持续多久, 恢复平静, 地下的爆炸声在来回几次折返之后, 慢慢消失。 塔特尔双手扶着警车, 尽量自己的身体稳住, 等一切恢复平静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 埃尔菲雷德脸色苍白的左右看看, 突然一声嘶吼, 发生了什么? 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好像是地震。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屁! 塔特尔回过神了, 狠狠骂了一声。 你看看下水管道地面, 都被炸成什么样的, 这个地方什么事情都没有, 难道地震破坏还是定向呢? 埃尔菲雷德听见塔特尔的话, 塔特尔, 快点派人去其他地方看看。 塔特尔点点头, 招来向他去其他地方看看。 半个小时后, 几名警察跑了回来。 好, 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应该来自地下道。 还没等塔特尔说话, 埃尔菲雷德说道, 我去向周长鲁马上组织人手, 对市区计言, 安抚群众, 千万不能出现骚乱。 塔特尔点头, 转身上了车, 直奔警虚总部。 萨克拉门托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 也是加州府所在地, 而加州有着在全美国处理堂皇的州府大楼, 被称为小白宫。 此时, 州府会议室坐满了人, 除了州长格拉迪斯之外, 还有副州长斯坦利, 机长, 参议院主席, 参众两院体秀, 总检察长, 州务卿等全部在列。 格拉迪斯沉着脸说, 九金山发生的事情, 我想在座都不知道了, 安全局总部被炸, 九金山全都停电, 整个地下道发生爆炸, 大家惩罚。 参议院主席说道, 我怀疑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恶劣的城堂绝对不赐于911。 斯坦利也不太好看, 我们在这商量也没有用, 快把事情向白宫汇报, 别也赶到九金山,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耽误。 格拉迪斯沉思了一下, 站起身说, 或许, 斯坦利站起身, 我得说, 白宫, 总统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现在这个不知道有多别去, 自从上任以来就不断, 尤其是今年, 驻日美军因为人遭到恐怖袭击, 损失了三分之一。 美国遭到了黑客攻击, 损失数以亿计, 紧接着就是金融风暴的爆发, 让本来就惊奇的美国, 更加血伤下霜。 现在全场的恐怖袭击, 怎么能不让他恼火? 要是让他知道, 这件事情是日本恐怖袭击的策划者, 和那个让他恨之入骨的黑客, 暗夜幽灵联手干的, 不知道会不会发了。 美国国防部长奥威尔, 也没有了以往的启示, 坐在那儿呆呆的发愣。 奥巴马看了他一眼, 然后又看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总局局长福克斯。 福克斯局长, 这件事情, 阿延全, 说说吧。 福克斯局长, 九金山的事情, 应该反美不知所为, 但要经过调查才能确定。 不过, 今天九金山一直在下暴雨, 而且还是在晚上, 街上的行人比较少。 到现在为止, 商业人数虽然在增加, 但除了安全局送上来的殉职的人员名单之外, 还没有记到平民的死亡报告。 阿威尔回过神了。 嗯, 这确实值得清醒, 不过现在, 我们要做的是马上封锁九金山, 对所有外难人员严密排查, 出动不对, 到地下倒进去。 我怀疑是因为煤气管道被破坏, 才引起出。 奥巴马点点头。 福克斯局长, 你马上组织人手干往九金山, 联合定理部门, 对系统进行检查修复, 进口供电。 其他的就按照奥威尔部长的做,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也要把这些人子抓住, 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奥巴马说出这话, 是咬牙切齿。 九金山被全城封锁, 到处都是几军人, 而九金山的民众也知道, 今晚的事情不是地震, 而是恐怖袭击, 全都惊慌地跑回家里, 紧紧地锁上门。 可谁都知道, 一旦真的遇到恐怖, 就是再躲在家里也不安全, 谁知道那些人性的家伙, 会不会在他们住的楼下安上炸。 但人都有一种心理, 躲在家里的管口给心理造成一种安全感。 此时, 一队队士兵手拿爆炸物探测器进入地下道, 可有的地方已经炸塌, 根本就过不去。 等他们废大障碍物挪开深入的时候才发现, 里面的空残越稀薄, 呼吸越来越困难。 旧金山的恐怖袭击, 很快让那些嗅觉灵敏的无冕之王兴奋异常。 距离旧金山比较近的, 全都开车急速地赶往旧金山。 就是距离远的, 电视台也不惜重心租用直升机。 很快, 旧金山聚集了大批的记者, 这里发生恐怖袭击的事件, 第一时间传遍了世界。 瞬间, 整个世界上一片沸腾, 纷纷猜测这是哪个恐怖组织干的, 这么大的手笔不次于911。 而那些躲在暗处的恐怖组织很兴奋, 真不知道是哪位大哥级的人物又给他们上了一课, 爆炸还可以这样搞? 这可真的好好学识, 好让伟大的恐怖事业更上一层楼。 飞机还在平稳地飞行, 南宫峰打开了机舱里的违行电视, 只见画面中出现的正是安全局被炸塌的办公楼, 一句句尸体被抬了出来。 时间不长, 画面一转, 出现了旧金山大爆炸带来的破坏场面。 戴恩恩小脸兴奋地通红, 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创造的节奏, 就连嘴里的棒棒糖没了也不知道, 小手在空中一个劲地挥舞, 嘴里孤难着喊道, 戴恩恩, 你真是天才, 太棒了。 宋维小丫头倒是满脸不可思议,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事情闹得会这么大。 马赫嘴里嘖嘖有声地说道, 上帝啊,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壮观的场面, 也不知道那个该死的埃尔菲雷德死了没有。 戴恩恩听了他的话一撇嘴, 这个场面还大呀, 真没见过世面。 马赫也不生气, 笑嘻嘻地说, 小妹妹, 那你说什么样的场面才算大呢? 这个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色狼, 对戴恩恩的眉毛简直惊为天人。 可他也不傻, 能够和杨洛一起来这里执行任务, 绝对不简单, 所以他也不敢去招惹。 这也让他没有吃亏, 不然就是不弄死他, 戴恩恩也得把他弄没半条面。 杨洛翘翘着二郎腿, 嘴里叼着烟, 感慨地说, 哎, 不错, 场面确实小了点, 要是把戴恩恩弄的那个小原子弹扔在地下倒里, 绝对不似于日本海啸的效果。 马赫一愣, 是个海啸, 戴恩恩得意地说道, 对, 那就是本姑娘的杰作, 怎么样, 是不是比这次旧金山的场面大得多? 说完, 点了点自己脸蛋, 还有啊, 前几年印尼的海啸, 也是本姑娘的杰作。 马赫突然打了个冷战, 本来是坐在戴恩恩身边, 急忙站起身, 跑到其他位置上, 远离这个危险的小丫头。 南宫峰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 不敢相信地说, 你, 你, 你是说两次海啸是人为的, 而且是你干的。 戴恩恩大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把嘴里的棒棒塑料棍拿出来, 扔在地上, 打开小包, 拿上网堂递给送媒, 然后自己又拿出一瓷开包装, 伸出小舌头, 很享受的舔了一瓷, 这才放到嘴里。 当然, 本姑娘可是天才, 那可是我最得意的作品。 南宫峰喉咙一阵, 什么话都没有说, 海啸地震都能制造, 这也太他妈的恐怖了。 李涛看着电视, 难不经心地说的, 虽然场面小了点, 但也不比911逊色多少。 疯子黑黑一笑, 嘿, 美无老这吃了一个大亏,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估计很快就会有傻逼的恐怖组织, 出来声明负责这次件。 中管台, 主席办公室, 总理, 池浩元, 防部部长黄烈云赫然在座, 别笑着说的, 不用问也知道, 这一样的。 黄烈云呵呵一笑, 显然心情不错, 除了他呀, 不会有别人, 这一次美国可有得忙了。 主席愁愁地敲击着桌面, 轻声说, 他们忙好啊, 这样我们就能腾出手来, 好好和日本算算账了。 算账, 总理和黄烈云疑惑地说了一声, 显然他们还不知道杨洛的计划。 主席一笑, 哼, 对, 算账, 然后把杨洛的计划说了一遍。 黄烈云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 好, 这个计划就是不把日本弄死, 也能让他感到疼。 总理沉思着点点头, 嗯, 这个计划可行, 我们总不能读动, 一直被日本牵着鼻子头。 主席说, 是啊, 这不棋下到现在, 我们也该过河了。 黄烈云狠独立, 怎么也得弄出点声势来, 难道让外交部出面? 主席眼中是锐智的光芒, 我们政府是不能共猜的, 不过, 我们国家的人民可都活的, 先让他们提出来制造舆论, 然后各大媒体再出来造势, 这样省事就大了。 黄烈云点点头, 就怎么办? 主席看着吃浩元, 浩元图志啊, 这就消给你了, 麻烦我们的人, 尽快接触琉球独立党, 我们支持他们, 再搞一次琉球复国运动。 此时中国王位骗, 这些人都是传说中的愤青, 狂热的迷智, 当他们看见发生在旧金山的恐怖袭击后, 满脸的兴奋, 不过也有点惋惜, 那就是这件事情怎么不是自激素? 金河镇的一个网吧, 里面的名不良少年, 一名十七八岁的家伙喊道, 真的骂得过眼, 看你当年拉登大叔的杰作, 真是太完美了。 另一家伙嘴里叼着烟, 光着膀子, 把键盘拍着趴着, 妈的, 该死的美国佬, 让你们快压出来嘚瑟, 还他妈的冲散亚太, 压制中国军, 你们他妈的能压制得了吗? 等脑子有机会啊, 让你们放两颗炸弹, 让你们感受一下龙之怒吼。 一名个子不高的小胖子伸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赵头, 有种就去, 光嚷嚷一个屁用。 大鲜刚想说话, 只听见背后网吧的门嘎吱一声响, 然后咣当一声关上。 所有人齐齐回头看去, 只见一名十二三岁的少年走了过来, 他身后还跟着一名粉装玉器和他年纪长的小丫头。 哪帮家伙见到全都站了起来, 齐声喊道, 尹尚哥。 来的少年就是荣耀。 四月前, 杨洛回老家路过这里, 发生了那件事, 有几天, 这里就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几个月过去了, 街还是那条街, 人还是那些人, 一点都没有变化。 要是有变化, 也就是面前这个少年了。 赵大龙之后, 因为年纪太小, 又经过陆继政治府的操作, 因为防卫过当, 被判了有期三年, 还期两年之刑。 而那些跟赵大龙的恶霸, 也交代了犯罪事实, 被扔进了间。 一个月后, 那个胖女人, 赵大龙的老婆, 还有儿子, 出院之后就搬走了, 从此。 荣耀因为杀了赵大龙, 在清河镇, 声名雀起。 那些小混混同败, 简直到了膜败的程度, 就是那些比他大的小混混, 也要叫他一声要歌。 可谁也想不到, 就是这个少年, 平三底, 十几年后, 成为了傲视天下。 荣耀穿着小号的迷彩服, 脸上挂着狂傲的笑容, 身上散发着, 根本就不属于他这种年龄能有的, 这种看头生死的豪迈与洒脱。 这本人见到他, 绝对不相信他只有十二岁。 然后什么呢? 大头听见荣耀的话, 兴奋的说, 药哥, 你快点过来看看, 美国旧金山, 遭到恐怖袭击, 真他妈的过瘾。 坐在大头旁边的一名少年骂了, 这他妈的就叫做自作自受, 谁让他们没事跑到我跑耀扬威的。 荣耀回头的那个小丫头, 溺哀的说, 鸡鸡, 你去玩吧。 齐齐一点头, 跑到一台空着的座座下, 然后打开机器, 搜索到流星花园的, 是津津有味的看着。 荣耀到齐齐搜索到了电视剧, 这才说道, 美国到我们家门口药物扬威,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才才奇怪呢。 啪, 大头横嘲笑, 臭他妈的, 仗着武器先进, 就知道是。 荣耀眼里闪着这个年龄不古的深随目光。 这个世界不是数其先进, 就可以为所欲为, 美国老这是垂死争, 那就真的完蛋了, 就像英国一样,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 现在沦为了二流国家。 一名少年说, 药哥, 这些我们不懂, 倒是你整天研究军事。 荣耀沉思了一下。 随着冷战的结束, 世界格局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美国的霸权主义压倒了一切, 可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而美国越来越低。 特别是最近几年, 多强联合态势日趋加强。 金砖国家, 上河区区, 中俄与欧洲, 欧盟, 非盟, 还有拉河, 再加上东北亚一体化, 中国和东朝区的建立等等。 区域内和区域间加强合作, 把美国在各区域的势力排挤到边缘。 边缘化, 这对他们来说, 绝对是危险的。 还有另一方面, 美国老的自身盟友体系已开始出席, 北约更是名存失望。 美日因为日本和韩国存在岛屿争议, 也已经名存失望, 尤其是美国国内经济衰退, 国债高达十几万, 失业率居高不下。 这些矛盾将基础高抵甲, 使美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 内游外患, 是美国目前的现状。 而时间爆发的华尔街世界, 就证明这一点。 说到这儿, 荣耀停顿了一下。 美国老跑到南海清风作浪, 支持日法国有话, 在叙利亚的问题上一直叫嚣军事介入, 在伊朗核问题上也威胁要军事打击, 支持越南非典对抗, 无非是想和我们谈判。 啊! 一个个脸上露出了美神色, 只有戴着眼镜的那个小胖子低着头, 不若有所思的样子。 荣耀点头, 对, 就是谈判。 一是要中国支持美国政策, 避免美元崩溃。 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 在阿富汗和美国合作, 在东北亚和美国, 避免美国因某场战争的失败, 而造成全球白风。 二是要中国减少与欧俄的合作, 不清美国被各区域融合的排挤压力, 同时好让四个击破, 收复欧洲。 而他们的筹码, 就是把他们卖给我们, 暗中支持我们打击日本, 共同瓜分日本六十多年来的发展红利。 骂他, 美国老还真一选。 一个家伙喊道, 荣耀有点稚嫩的脸上, 说出一次不懈的笑容。 美国老的算盘得好, 他们以为中国会妥协, 可在我看来, 不可能的。 大头插嘴说, 药哥, 不是我说这句话啊, 那些官老爷, 不可能答应。 荣耀一笑, 和你说, 不会, 绝对不会。 美国老手中的筹码要是几年前拿出来, 也许还有可能让那些官老屈服, 可现在不会的, 因为这么多年, 国家和美国博弈, 已经逐步掌握了主导权, 尤其是现在, 和东盟安全体系框架的建立。 美国被边缘化已经成为了事实, 他们省州的牌, 对我们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荣耀的这一番话, 要那些军事专家听见, 一定会大铁眼镜, 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 一个十二岁的生日会把世界局势, 尤其是美国老子战略分析的入骨三分。 大头哀气, 回头看看电脑屏幕, 我想, 也不知道谁弄出了这么大的手柄, 这样人羡慕, 这样的那个多好啊。 荣耀一阵大笑, 现在他的脸上居然看不到一丝雀气, 那种成熟, 那种比拟天下的气, 猛然蹦涉。 等着吧, 早晚有一天, 会把这个世界踩在脚下, 而这个是因为有我们的存在更加精彩, 不过现在话的就是学习,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 无论干什么, 但也要有文化。 华盛顿美国首都, 全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位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之间的波罗马克与阿纳卡斯蒂亚河会流处。 和华盛顿是美国的首都, 但犯罪率在整个是最高, 被称为谋杀首都。 尤其是东北区, 那是犯罪的高发地区, 也是各大跨国黑帮必争之地。 而景邻区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 那里就是很无的天堂。 一架华客夜色中缓缓降落在距离东北区15公里处郊区的一个私人机场, 在飞机上下来十多个人。 这些人叫做他们, 拿贺兴奋地喊道, 啊, 景盛顿, 我来了。 夜风在遥远的西北吹来, 寒冷而干燥, 杨洛整了整衣裂, 都在那里面, 杨洛抬头, 只见七八辆车缓缓使了过来, 停在了他们身边。 在第一辆车上下了一名中年大汉, 身高能有两米, 一身唐装穿在身上, 有点儿不伦不类。 少爷, 大汉走到南宫峰面前恭敬地说, 南宫峰点了点头, 都安排好了吧, 都安排好了。 南宫峰看着杨洛, 老大, 上车吧。 半个小时后, 车队驶进了市区, 直奔乔治王子县。 突然, 两辆重型卡车轰鸣着急驰而过, 杨洛坐在车里都能感觉到重卡经过的时候路面在颤抖。 杨洛皱了下眉头, 这两辆车里的东西还真够沉呢, 说完看了看手表。 现在已经凌晨四点, 这个时候怎么会有重卡开进市区? 真是奇怪了。 李涛说, 管他干什么呀, 赶紧到酒店吃饭, 我都饿死了。 杨洛看着消失在夜色中的两辆重卡, 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不行, 那两辆卡车绝对有问题, 我们得跟上去看看, 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 李涛一撇嘴, 能有什么惊喜啊? 杨洛嘿嘿一笑, 哼, 你不知道吧, 华盛顿可是黑帮的天堂。 李涛眼睛一亮, 咧嘴一笑。 嘿, 你这么一说, 我们还真得去看看。 杨洛拿出电话打给南公风, 小子, 跟上刚才过去的那两辆重卡, 不要被发现了。 南公风答应一声, 很快前面的车开始加速。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洛看着车外越来越荒凉, 好像又出了市区。 又过了二十多分钟, 前面的车停了下来。 杨洛推开车门下了车, 抬头看了看漆黑的夜空笑了。 哼, 夜黑风高, 正是杀人放火之时。 许航笑着说, 嘿, 我发现啊, 我们真有做土匪的前置, 总是在黑夜干些杀人抢劫的勾当。 杨洛哈哈大笑, 南公风几人快步走过来。 老大, 笑什么呢? 杨洛指出笑声, 拿出烟点了一颗。 人呢? 进了前面不远处的一个废弃工厂, 跑到这里, 应该是某个组织在进行黑市交易。 杨洛点头, 指着右侧长满荒草的空地, 让人把车看到那儿隐藏好。 说完, 外部向前走去, 看看去。 戴恩恩紧紧紧跟在杨洛身边, 大眼睛唧哩咕噜地转, 在身后的小包里把袖针手枪拿了出来。 这两天算是见到了什么叫刺激, 兴奋的镜头也都没有消失, 小脸通红, 不自觉地戴恩恩的手越来越紧。 戴恩恩急地说, 小二, 不要紧张, 一会儿我给你, 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才叫机枪。 维蒙点头, 好啊好啊。 听见戴恩恩的话满脸黑线, 不过一句话也没有, 他也知道, 就是自己阻止戴恩书听。 走了大约能有两个, 前方隐隐约约出现一座废弃的厂房, 不过看建筑应该是个仓库。 停下脚步深深吸了口言。 风子, 许航, 过去摸摸情况, 多少人, 他们交易的是什么? 和许航身体一晃, 快速地消失在夜色中。 就在这时, 十几道雪白的车都踩过来, 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隐隐喘。 杨鲁一打手势, 然后拉着他和宋维扑向不远处的草丛, 趴在那儿, 不动。 杨鲁晃了晃的小脑子, 把嘴里的棒棒糖拿出来嘀咕道。 听说还是中喊。 宋维瞪着大眼睛, 这越来越近的车队, 抬起小手点了点。 一, 二, 三, 四, 五。 李桃咧嘴一笑, 轻声说道, 我们的运气来了, 不管里面是什么, 这个买卖做定了。 杨鲁里的烟按在草丛里, 看能胎程度, 如果我猜得不错, 应该是军火。 说到这儿摸了摸下吧, 前后是辆车, 哪个黑道组织有这么大的胃口, 难道他在美国打一场战争吗? 他的话说, 路上又出现了车队, 这一次规模更大, 车灯照射过来, 根本就看不到尾。 中哈一辆接着一辆前方开过去, 扬起一阵沙尘, 足足使用才过完, 而最后两辆车居然是, 车上是全副武装的军人。 杨鲁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歪头李桃, 而李桃也在看着他, 脸色严肃的,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教义, 居然还有军人。 杨鲁看向宋伟, 丫头, 多少辆? 宋伟说, 六十五辆。 杨鲁翻身坐了起来, 低声喊道, 南宫峰? 南宫峰在不远处爬, 老大, 杨鲁说, 是军火, 如果我们做下这笔买卖, 能不能笑话? 南宫峰眼睛一亮, 看了看时间, 这一天亮还有两个多小时, 没有问题。 杨鲁打了个响指, 不管这批货谁的, 一定要吃下的。 南宫峰的电话拨了一串号码, 好久, 马上召集兄弟, 我家拨置王子县东南方五公里处。 里面的人没有说话, 直接挂断了电话, 南宫峰把电话收起来, 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就会过来。 杨鲁点点头, 轻敲着额头低声说道, 妈的, 美国老搞什么鬼啊, 如果是军方交易, 可以大的, 怎么会这么鬼鬼祟祟啊? 曹沉思着说, 不会是美国军方所的军火交易吧? 杨鲁摇头, 不可能, 这里是华盛顿, 而且这么大的数量, 或是军方走私, 不可能在这里交易。 真的是, 军方得到了白宫的支持, 只要已见不得光。 所有人们, 想着杨鲁的话, 他们也觉得有问题, 可怎么也想不明白问题在哪里? 过了一会儿, 戴恩恩突然说道, 我知道, 所有人都看见他。 杨鲁问, 戴恩恩小脸难得得很严肃。 叙利亚? 啪, 杨鲁一回, 对, 这是最大的可能。 杨鲁一声, 美国前国务卿吉西哥曾经说过,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 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 而美国脑也就把这个点, 所以他们一直对中东地区忽视眈眈, 伊拉克战争就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 现在西方国家更是不断策动中东地区政变, 并在政变之中扶持自己的代理人, 为其在中东谋取利益。 而今中东各主要国家先复等西方国家支持下, 发动政变, 并在西方家取得成功。 先是埃及政变, 使得骨牌逐一倒塌。 美国脑被捕在中东得到的这些利益, 而是想将俄罗斯及中国彻底排挤, 不断倍拥中国各国反动势力, 并且提供武器强化他们的实力。 现在这就是美国脑的目标, 可叙利亚是俄罗斯的实力犯, 我国也在叙利亚有很巨大的利益, 而且对职非常重要, 可以和伊朗东西呼应, 共费美国脑走狗的伊拉克和土耳其。 美国脑和西方国家见到叙利亚反对派, 并不能撼动叙利亚政府, 只能强行在联合国提出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 可连续两次遭到了我国和俄罗斯反, 他们只能干瞪眼, 继续加大力度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杨洛的话音刚好, 疯子和许航跑了回来。 许航说, 好的, 七十辆车里全是军火, 而且还有一个军在警戒。 疯子接着说道, 嘿, 你们猜在和美国军方交易的是什么人? 李涛笑着说, 哼, 叙利亚反对派。 疯子眼睛突然瞪着毒的狠狠妈, 草, 这都能猜到。 李涛, 不是我猜到的, 是戴恩恩那个天才少女。 戴恩恩得意的一仰头, 哼, 天才两个字可不是白叫的。 杨洛一笑, 哼, 行了, 德尔, 疯子, 快点找好狙击点, 这次的货物我们一定收。 是。 两个人是答应一声, 在一名高买兄弟中, 把狙击枪拿过来, 然后把狙击枪组装好, 拎着装着子弹的冷藏箱离开。 时间在流逝,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头上传来轻微而又杂乱的脚步声, 南宫风说道, 我们的兄弟俩了, 说完站起身回了回手, 南宫百多穿着黑衣的兄弟拿着威冲跑了过来, 一名中年人喊道, 少爷, 南摆了下手, 小点声, 然后把琴打了一眼, 行动结束之后, 把车隐藏起来, 等风声过后, 再把那些军火消化掉。 前人点点头, 妈的, 好久没有做过这么大的买卖, 南宫风黑黑一笑, 哼, 行动结束, 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不过要小心点, 把小命点给你们什么好处都白扯。 另一名大只说道, 放心吧, 少爷, 那些废物怎么可能是我吗? 杨洛站起身, 大使人, 狙击有可能出现的云冰, 其他人, 戴恩恩爬起来就要跟着, 被杨一把按住, 在这老老实实待着, 不要停了。 戴恩恩一撅嘴, 不满的哼了一声, 去看看, 杨洛摇头, 脸不行, 如果要是你自己, 无所谓, 怎么说你是军女, 而宋维这个小丫头什么都不懂, 要是出了事怎么办? 戴恩恩歪着头看看宋维, 无奈的, 嗯, 好吧, 杨洛一, 走, 一百多人, 快速接进厂房, 当接进厂房外卫的时候, 杨洛打了个手势, 慢慢蹲下身体, 指着来回晃动的流动哨, 轻声地说道, 爬掉他们, 然后包围厂房, 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 中年人看看南攻风, 尖死头, 轻声喊道, 你们就个跟我来, 几名高买兄弟快速前到厂房围墙下的暗处, 在阴影内快速扑了出来, 只见闪起几道寒光, 那几名流动哨兵的鹰猴被割开了一道口子, 然后尸体被拖入暗筹, 杨洛一回手, 快速向场前去, 在距离围墙只有十几米的时候, 突然加速, 来到墙下, 双脚用力, 身体腾空而起, 双手一探, 搭住墙顶, 身体悬在空中, 慢慢地探出脑袋, 看见里面是一个大大的院子, 那些军卡全都停在里面, 场面非常壮观, 里面除了一队士兵之外, 还有几十名带着白色头巾的阿拉伯人, 不用问也知道, 他们就是叙利亚反对派, 地上还摆着几十门自行高炮和单兵式导弹发射器, 由于距离有点远, 也听不清他们, 不过看情形, 双方弹得倒是快, 杨洛伸出舌头, 舔了些干涩的嘴唇, 嘴角勾起一抹邪小, 先不说车里还有什么军火, 就凭那些自照和单兵式导弹发射器, 也能狠狠赚他一笔, 南宫峰兴奋地嘀咕道, 发财了, 这次可真的发财了, 杨洛伸一眼, 他真有点担心, 这么多, 南宫峰有没有能力在天亮之前转移, 要是被发现, 那可就是麻烦了, 美国老头想要着他们不放, 南宫峰看出杨洛的担心, 无所谓的顶头, 只让他放心, 绝对没有问题, 李涛看着那些军人轻声说, 都是普通的士兵, 很好解决, 杨洛顶头, 下时间, 现在是凌晨四点五十五分, 是通知兄弟们, 五分钟后起动, 用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 南宫峰双手一松, 无声无息地落在地上, 然后身体一会冲出, 杨洛双眼紧紧盯着手表, 突然双手一用力, 身体窜了起来, 身在空中, 右手在后右把枪拿了出来, 起动, 喷喷喷喷,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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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完全就是单方面的屠杀 那些美国大众论碰到杨洛这些真正的战争机器 还是碰到兄弟 唯一的结局就是被爆了头 或者他的浑身是骷髅 欧阳南奇是看发着从来没有过的惨烈杀气 从虚空眼中可以看出来 这个小子已经进入了战斗 抠着班级的手指不停的扣动 虽然强怎么样 但就身上的气势却不输里头 那些阿拉伯人看着身边的鸡鸽鸽倒下 终于感到了胆寒恐惧 这帮家伙虽然是武装分子 和叙利亚 他们来的目的就是把军火带回去 怎么也想不到和美国军方做交易 也会被黑是黑 他们可不希望面对这种生死决战 而且就算有这种想法 可他们注意到一个人 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 躲在掩体后开枪还击 而是以军人特有的步伐 一步一步向前走着 对嗖嗖乱窜的子弹毫不在意 他的全身上下散发着一种 让他们想掉头就跑的可怕气势 这种气势就连他们的首领都不及万分之一 能够拥有这样强大气势的男人 绝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 短短不到十分钟 那些美国大兵全已经被消灭干净 这样那些阿拉伯人更加的无心恋战 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快跑 即使人突然撒腿就跑 可刚刚离开掩体就被打成了骰子 枪声还在继续 残叫声越来越凄厉 整个空间成为了修罗地狱 到处都是尸体 地面上覆盖了厚厚一层血液 不要开枪 我投降 一个家伙终于承受不住死亡的压力 把手里的枪扔在地上 双手举过头顶 蹲在那 颤抖着身体 一动不敢动 有了第一个 就有第二个 三十多名阿拉伯人 扔掉手里的枪 举起双手 我投降 不要开枪 枪声突然间停止 李涛骂了 这真的骂得垃圾 居然这么快就投降了 老子还没过瘾呢 杨洛在兜里拿出烟点了一颗 深深吸了一口 这才拎着枪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这些军国 你们都可以拿走 一名看不出年龄的阿拉伯人 用流绿的英语颤抖着声音说 杨洛走到他面前 森冷地说 叙利亚反对派 那个家伙一呢 抬头看着杨洛 他不明白自己的身份是怎么暴露的 他也不敢多想 对 我们是反对派武装 杨洛嘴角一笑 抽了口烟说了 你可以去死了 说完了毫不犹豫地把枪顶在了那个家伙的脑袋上 扣动了扳机 杀 碰碰碰 枪声只持续了短短十几秒就停了下来 那帮家伙瞪着不甘的眼睛 到死也不相信 自己都已经投降了 为什么还要杀了他们 李涛 李涛右手一抖 军刀滑落到手中 走过去 无论死没死的 全都在咽喉处捕了一刀 欧阳南西站在那儿 愣愣地看着李涛在捕刀 嘴里嘀嘀咕咕的 他们已经投降了 为什么还杀他们啊 看来这小子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场 杨罗看了他一眼 森冷地说 我们是军人 军人的天性就是杀人 在战场上 我们不会有任何感情 哪些人在我眼里就是狗屁 这就是我杨罗的战争 说完狂喊一声 南宫风一哆嗦 条件反射得很 杨罗指着那些重卡 先马上处理 绝对不能让美国佬找到意义 是 南宫风卡在身边的中年人说的 按照计划行事 那名中年人看了杨罗一眼 一挥手 说完 跳上一辆卡车 杨罗看着一辆辆卡车驶出这个大院 我抽了口烟 把烟头扔在地上 狠狠 这里血腥味太重了 李涛拎着还在低刀走回来 看见还在发呆的欧阳南希 看了狗 拍拍他的心猛说 留着他们 况且我们是贼 杀人灭口天经地义 欧阳南希慢慢抬起头看着李涛 他说这个 电影里不是说交枪不杀吗 这军人 快把他们杀了 吼 李涛笑骂一声 然后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 你 我最崇拜的就是军 老大杀了已经投降的人 这完全 李涛又骂了一句 搂着欧阳南希就走 走吧 天晴得亮了 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传来一阵袍 是谁接走了这批军火 是有这个能力在美国土地上弄走这批军火 还是在我们军方的保护下接走的 那是谁 谁 居然一点线索都没有 那么多军火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两名军人站在奥威尔面 几句话也不敢说 他们也很委屈 想到会有这么大胆子的人 连军方的火都敢动呢 你们还站在这干什么 还不快去找 我就不信那么多军火会飞 中央总局会一试 福克斯面无表情的扫失了一球 最后把目光停在了艾尔菲雷德的脸上 冷汗顿时在那个家伙脸上流了下来 福克斯冷哼一声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昨晚发生在旧金上 这是我们的耻辱 下面的那些高级干部 有的非常严肃 有的不以为然 福克斯冷冷地看着他们脸上各不相同的表情 声音更加病 对 就是耻辱 好处最精干的特工部门 自己的总部居然把分子炸了 你们知道世界各个国家怎么看待我们吗 说我们是一群没头 只会叫 不会咬 我成为了所有人的笑饼 下面响起萌萌的一轮声 他皱起了眉头 狠狠一巴掌拍在了会议桌上 不满的喊 安静 安静 魁师瞬间静了下 福克斯这才满意的一边头 嗯 我不想说太多的废话 为了大家 为了我们美丽坚和众国 为了找回我前面 希望大家努力工作 不要让我尽快补充人手 把旧金山的部门 福克斯慢慢站起身 两只手撑在桌子上 用一种服饰的忙 看着在场的所有人 无论是谁 只要能抓住那些狗娘养的魂 我会让他做我的第一助理 希望再次在世界同行面前抬不起头来 为他们一条没有毛的狗 明白吗 下面没有人说话 福克斯拍了拍手 好了 咱会 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 团看了一眼埃尔菲雷德和一名青年 埃尔菲雷德 陆克 你留下 一群安全局的快速离开会议室 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小算盘 安全局局长第一 这个可是非常诱人的 毕竟是想在自己现在这个位置上待一辈子 看见人都走了出去 布鲁克疑惑的看着福克斯 老板 让你留下来有什么事 福克斯深深的看 早上奥威尔打电话给我 说凌晨有个任务 是你负责的 可你却没有去对吗 布鲁克身体抖了一下 急忙说了 对不起老板 我突然感到有点了 所以 福克斯摆了一下手 答道 你的胆子还真不小 只不知军火被截了 我们有一个牌的士兵英勇逊 而你却坐在这 布鲁克喉咙滚动了一下 他根本就想不到 会有人打这批军火的主意 要不然再看看 不会搂着大兄美女 在床上费战的差点一 其实 其实 福克斯再一次打断了他的话 可先生 不要和我解释 你现在唯一的修宗 想办法找到那批军火 给艾维尔那个混蛋一个交代 布鲁克听见眼睛一亮 松了口气说 老板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他回来 福克斯冷冷的说 不要让我失望 不然 我把你赶到非洲去 那些黑牛做办 说完 再理会布鲁克 看着艾尔菲雷德 接着说 我看了一下 昨晚送过来的案卷 插补了几个中国间谍 然后 袭击就发出 艾尔菲雷德不敢隐瞒 老实地说 对 然后 把事错 说了一遍 福克斯沉思了一会儿 抬起头 严肃地说 有什么线索没有 没有 但我怀疑 是中国人所为 有证据吗 我只是猜测 根据什么猜测的 那个中国盼逃过来的 特工被杀 还有几年前 盼逃过来的 特工也被杀了 我是根据 这个猜测的 福克斯一屁股 坐在椅子上 只瞧几日捉迷 喃喃自应 猪 这些该死的猪 居然有胆量 到来找麻烦 艾尔菲雷德说 我怀疑 那批军火被截 也和这些中国人有关 因为我们抓捕的 那些间谍 其中有个混音 他是中国海外情报组织的 一个负责人 另外 他掩饰的身份 是黑帮的小头目 福克斯看他也 你是说 他们联合华人和 节奏的军火 不只是华人 其他的黑帮也要调查 利益能让人去理智 变得疯狂 何况 这批军火都逆越近 福克斯先来 来回走了几步 紧紧地皱起了眉头 嘴里喃喃嘀咕了 中国人 福克斯停下脚步 看着布鲁克和 埃尔菲雷德 你们两个合作 找个鬼魂 一定要找到他 另外 调查华盛顿 所有黑帮 只要有嫌疑的 就把他们 埃尔菲雷德 点点头 站起身 向外走去 布鲁克 一忙站起身 一边走一边 说他 好的 那我一定会让那些 该死的混蛋 吃不了兜着走 布鲁克走出会议室 顺上了大门 他的几个手下 飞快地走了过来 不顶的矮胖子问他 好 老板留住您干什么呀 是不是要升官啊 呸 布鲁克吐了口谈 高声 老子没有受到处罚 就不错了 说完 快步追上埃尔菲雷德 喂喂喂 黑的先生 请您把那个 狗屎鬼魂的资料给我 埃尔菲雷德点点头 几个人快步走出办公楼 埃尔菲德自己车边 打开车门 在里面拿出一个文件袋 交给布鲁克 这里面就是 布鲁克接过来拿出资料 你认为这些该死的中国猪 还有这人 华盛顿吗 埃尔菲雷德摇头 我不敢确定 但他们如果有便利的钱 比如说飞机 两件事情的时间差 正好吻喝 布鲁克把自己交给那个 秃顶矮胖子 找到这个混蛋 就是把地球翻过来 你们也要给我找 哦 对了 还有那批失踪的军伙 一定要找到 这都是老板交代的 你能够带人手去多少人手 明白吗 还有 把华盛顿所有黑帮老大的资料 都给我弄来一份 一定要详细一点 秃顶矮胖子向后 陶 你要调集多少人啊 布鲁克伸出两个手指头 两百 不 三百 我的上帝 陶 你还傻了吧 今天早上 我们的人调到旧金山了 他妈的小俗 最多能够调集的只有五十人 布鲁克走过去低声说道 你这个混蛋 听着 这可是个大买卖 大买卖 懂吗 二百人 这是我的最低要求 不管你这段 就是用你的屁言去色诱 也要一个不少的动了 明白吗 不然我把你赶到非洲去 和你又作伴 你要是能完成任务 老板高了升职 那我现在的位置就是你的 明白吗 秃顶矮胖子抱着文件夹 愁眉苦脸的看着身边的同事 我们能去哪儿找这么多的好手 鲁克凑了过来 哎 威卜 我的宝贝 不要忘了 还有警察局呢 威卜摇头 怀特 难道你不知道 他们是一群成国家吗 怀特 神神秘秘地趴落了 那只能调动空军特勤队了 这发送紧急信息 他们必须协助我们 加一个中队 威卜低声吼道 坏的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利用假情报调动特种不足 我会被头剥了皮 老婆 威卜 你真是愚蠢 只要按照正式图形发送信息就行了 到时候找到那批被劫的军火 抓到那些该死的恐怖分子 什么时候打斜 这些功劳 都是我们的 威卜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提醒 旧金山一间豪华公寓 自昨晚发生爆炸之后 王瞳一直站在窗前没有动 看着外面满目苍蝇的街道 还有到处巡逻的警察和军人 眼睛一眨不眨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个时候 蓝蝇推开卧室的门走了出来 本来有些心踪的眼睛 看到王瞳穿着整齐的站在那儿 瞪得多大 慢慢走过来 童童 你昨晚没睡啊 王瞳没有回头 轻声说 他来了 就在旧金山 谁来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那个混蛋 昨天你们碰见了 王瞳摇摇头 又点点头 蓝蝇一翻白呀 又摇头又点头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王瞳深深吸了口气 一滴眼泪在眼角滑落 昨天我和表哥去玩 感觉到有人在看着我 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很熟悉 可当我寻找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看见 而那种熟悉的感觉也消失呢 蓝蝇一笑 搂着王瞳的肩膀 童童 你连人都没看见 就说他在旧金山 看来你的相思病啊 越来越严重了 都出现幻觉了 要是我 一定回国 把他抢回来 王瞳请深说 昨天我还真怀疑 是不是幻觉 可现在 我已经确定 他就在旧金山 而昨天看着我的那双眼睛 就是他 蓝蝇无奈的摇摇头 唉 不要乱想了 一会儿好好睡一觉 明天我们去纽约 这里太不安全了 王瞳看了他眼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吗 他真的在旧金山 蓝蝇伸手摸了摸王瞳的额头 没发烧啊 怎么说胡话了 我说的是真的 看着王瞳认真的表情 蓝蝇怂了总结 好吧 昨天你回来之后 一直没有出去 更不可能和他来个雨中 你怎么确定 你怎么确定他就在旧金山呢 王瞳指了指窗门 爆炸 爆炸 蓝蝇狐疑的说了一句 对 当爆炸发生的时候 我就确定他在旧金山 蓝蝇撒了撒乱糟糟的头发 童童 你在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明白 王瞳擦了一下眼角 昨晚的爆炸 这是他干的 蓝蝇大喊一声 然后急忙捂住王瞳的嘴 这种话不能瞎说 王瞳把蓝蝇的手打开 我没有瞎说 昨晚发生爆炸时候 维亚担心我们的安全打电话给我 他说在电视里 看见旧金山地下道发生爆炸 三分之一的道路 被炸塌陷入瘫痪 安全局的大楼也被炸塌了 在早上 家里电器 全都被高压电流击坏 正常停电 我却知道这么大的手笔 除了他 我能干得出来 也没有人有这个能力 蓝蝇捂住自己的嘴 不敢相近的说 怎么可能 你不是说那个混蛋 只是个警察 他怎么又变成恐怖分子了 忙碰了一会儿 他不是恐怖分子 只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 什么身份啊 咱风好奇地问 忙头描头 算了 我们不说这个 等表骚起来 我们就回纽约 好像下了什么决定 等公司上了轨道 走过去看看 蓝蜂 抬头看看窗外 他可是对王瞳口中的那个混蛋很好奇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能够让王瞳这样玩 爱得无法自拔 甚至知道他在外面的女人也毫无怨言 只是一个人跑到美 还给他生了个女儿 就是到了现在 我们还对他拧拧不忘 现在王瞳 爱面的恐怖袭击是他干的 他并没有怀疑 因为王瞳绝对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蓝蜂回过神了 王瞳走回自己的房间 急忙跑了过去 瞧见杨思洛那个小家伙 还在呼呼大睡 提醒吻了一下 通通 你回是不是想去找他 王瞳一提醒 不会 我只是想家了 回去看看 待不了多长时间就回来 蓝蜂溺爱的轻轻捏了捏小家伙的脸 小家伙抬起手 胡乱的拍打了一下 然后一翻身胡大睡 蓝蜂看着杨思洛的眼神满是笑意 回去看看也好 不过要回去 今天就走吧 我去给你订机票 然后出场 公司交给我 等过一段时间 我也回去看看 到时候我们两个再一起回来 同同沉思了一下 行 这么长时间了 我去陪陪阿姨和叔叔了 他们就你是一个女儿 可你说 两位老人家一定很想你 冲淡了口气 慢慢走到床边坐下 帮着王瞳醒 唉 有的时候我就想 是不是回国去发展 可我们的事业刚刚起步 也有了一个起色 就这样放弃 太可惜了 好的衣服放在旅行箱里 然后搂着蓝蜂的肩膀 你是为了我才留在这儿的吧 蓝蜂撇了王同意 什么呀 才不是我是为了公司里面的股份 黄蜂撇了她的嘴叶 说完收起笑容 很认真地说 奶奶 谢谢你 认识你这个好姐妹 是我一生的荣幸 蓝蜂一翻白呀 哎 行了 这么肉麻 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说完站起身 我去给你订机票 华盛顿 起床点 杨诺还没有起来 就听见房门中的敲响 杨诺睁开眼一翻起来 恼火的喊道 大人啊 有一点道德之心啊 不知道打扰人家睡觉是很可耻吗 蹦蹦蹦 他这一喊 敲响大了 杨诺苦笑一声 赶紧出去把门打开 看见李涛他们强忍着笑站子呢 而戴恩恩嘴里含着棒棒糖 正瞪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他 杨诺他们让我敲门大 和我没有关系 杨豪气 你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 戴恩恩把嘴里的棒棒糖拿出来 笑嘻嘻地说 哼 我一向都很听话 说完 黑开站在门口的杨诺 跑进房间 一扬身沙发上 揉着小肚子喊 南宫方 赶点吃的 我饿了 南宫方走进了 听见戴恩恩的话 脸色一黑 黑小 可看见小丫头笑嘻嘻地晃着小拳头 硬生生地把要说的话咽了下去 戴恩恩调劲地说 不服气 就要随身打牛 南宫方横了戴恩恩一眼 布满地哼了一声 转身又走了出去 杨诺无奈地摇摇头 看坐在椅子上的马赫 然后又看向其他 怎么样 那名女人唯唯摇头 我叫关永和 谢谢您的关心 都是皮外伤 回来的时候 医生已经给我们处理了 没事吧 哦 没事就好 李涛一屁股坐在戴恩恩身边 翘着二来 老大 凌晨的动静闹得有点大 姑娘 美国老会发疯 一定会到处找我们 指了芝麻喝 尤其这个败类 绝对除面 不然他好不了 我们也会跟着倒霉 不让我出去 我会憋疯的 你们只是在一队 懂吗 犯罪 芝麻喝站起身 望着脑袋嚷嚷的 杨诺右手按在他脑袋上 又把他按到椅子上 你这个垃圾 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 要是他自己跑出 老子把你的大腿掰住 然后插进你的屁眼 杨诺在第一眼看见马赫之后 就看出这小子的性格 要是不能压住他 不一定会惹出多大的麻烦 马赫挣扎了一下 可按着他那只手 就像千金巨石 压得他一动不能 不不不 亲爱的杨 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这是很不人闹的 而且我们还是战友 战友 你不能这样对待战友 杨诺看马赫的脑袋 笑眯眯的说 我心里应该有所了解 所以不要怀疑我的话 马赫看着杨诺笑眯眯的样子 那个冷战 双唇紧紧闭着不再说话 关永和四个人 奇怪的看着马赫 这个家伙的能力 那是没得说 不然也不会情报组的负责人 据他们的了解 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可今天被一发给压得死死的 一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 还真应了那句话 恶人自复恶人魔 许航 研究一下行动计划吧 今晚我们分头行动 把那些垃圾都解决 明天离开这里去日本 杨诺嘴角勾起一抹心 不许 既然来了 就给滚老好好玩了 怎么玩 许航精神抖走地问 杨诺敲了嘴 喃喃地说 王剑 那种玻璃管 所有人都看着他 最好奇的问 杨大哥 你要这些干什么 杨诺脸上的笑容很灿烂 这你就知道了 宋文一揭嘴 杨诺和他一笑不再说话 这个时候 南宫峰推着餐出来 好了 吃饭吧 杨诺说 南宫峰 你去弄几个定时炸弹 塑料交代和铜线 南宫峰没有再出去 只是打了个电话 时间不长 一名兄弟拿着那种自制的定时炸弹走了进来 南宫峰点点头 放在地上 那名兄弟把炸弹放在地上 就走了出去 顺手把门关上 杨诺他们吃完东西 德尔也回来了 都买了 杨诺接过来 你吃饭吗 他有的忙 除了德尔在乎 其他人都看着杨诺 尤其是李涛他们 见到杨诺脸上的笑容 突然大喊着 嘀咕道 看来那帮叛徒要走 也不知道他们修了几辈子福 能被老骗 杨诺把东西都放在地上 然后对着戴恩恩招了招手 哎 把扭扣炸弹捉几个 恩恩小脑袋猛点 快速地打开脚包 在里面拿出一把扭扣炸弹 杨诺拿着炸弹看了看 上面有黄红绿 一种颜色的铜线 杨诺在兜里 拿出一根极细铜丝 顺着绿色铜线内侧 小心翼翼地把铜丝连接在炸弹和钉上 只要不用手去摸 用眼睛看就发现不了 紧接着 把另一根极细铜丝 把另一根炸弹连接上洗铜丝 这压的银齿不够 又把扭扣炸弹用胶带绑在炸弹上 然后把蓝色墨水 用水断蓝色 倒入玻璃管里 再把铜线插一管 用蜡烛把扣封上 最后三个组 用胶带绑在炸弹上 戴恩恩皱起了小眉头 杨洛 他们能起到什么作用 我怎么不明白 这也是在场所有人想问 又不敢问 杨洛嘴角一撅 没有 戴恩恩晃了晃小脑袋 没用 那你费劲巴拉的弄他们干什么 杨洛嘿嘿一笑 吓个人呢 说不老 在场众人顿时无语 杨洛把东西都弄好之后站起身 好了 我们去溜达溜达 欣赏一下美丽的异国风光 看着 你们几个老老实实的待着 马赫哀嚎着喊道 不呀 没有人性了 不要把我扔在这个该死的地方 杨洛没有理他 南宫风 带几名兄弟 你们一起去 南宫风点头手了出去 当杨洛他们走出酒店的时候 亮已经停在了门口 南宫风呢 去哪儿 杨洛钻上车 闭着眼睛 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 绕着华盛顿转转 两辆商务车在上半天 最后停在了一处废弃的工厂外 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 老大 都晚上九点了 还去哪儿 杨洛伸了个懒腰 推开车门下 对着后面商务车招了招手 几名高买兄弟下车走了过来 对着南宫风 说 少爷 然后看着杨洛 有什么吩咐 杨洛把那份盆单拿出来 交给一名青年 把江河徐家屯杀了 再把范炳坤 邵正宗 抓了 然后指着 戴恩恩问 我们干什么 杨洛轻声说 去抓王剑 这个家伙 是美国海军部军事情报局 亚洲组战长 对美国很重要 他的保护一直很严密 所以我们要亲自去一趟 这是坐落在 圣阿尔本斯山下的一栋别墅 距离西北区大教堂所在地 只有一公里 杨洛他们在距离别墅 大概有一百多米远的地方 一个转弯处停了下来 杨洛下了车 看着那座豪华别墅 外围还隐隐约约的 看到人影在晃动 黎涛笑着说 那就是王剑的住所 没想到美国老对他这么忠实 居然派这么多人保护他 一股让人站立的锐气 在杨洛身上猛然蹦射 教师戴绿帽子 那帮家伙保护他 也无法逃脱注定的命运 疯子冰冷的说 还等什么 老子的手都痒了 对儿 你和欧阳南西留在这儿 以防意外 是 德尔回身 钻进车里 把狙击枪拿了出来 欧阳南西想了想 也把另一支狙击枪爆了出来 由于枪太重 把枪举起来的时候 双臂都在发动 杨洛看了他一眼 行了 还是把枪给我嘛 这枪可不是你能玩的 后座力太大 开一枪 你小子就得受伤 你还是上车 防护好车上那两个小丫头吧 欧阳南西脸一红 虽然有点不服气 可他也知道 就连把枪举起来都有点费力 那还是不要玩的好 不然玩大法了 吃苦的还是自己 杨洛拎着狙击枪和李涛 许航 疯子 还有南宫峰 悄悄地接近别墅的大门 大门口有两名保卫站的呢 一边吸烟 一边闲聊 妈的 当差当得好好的 居然派我们来保护这个中国猪 早晚有一天 老子把他们脑袋一枪打爆 伙计 你就不要抱怨了 再过几天 会有另一组兄弟过来替我我们 呸 那个家伙狠狠吐了口痰 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的家伙 会被派到这里来 杨洛对着疯子和李涛打了个手势 两个人一点头 同时右臂一抖 军刀滑落到手中 一名保卫突然打了个冷战 抬起头 左张右望 可左右漆黑一片 什么也看不到 喂 胡姐 你在看什么 我感觉到有点冷 总感觉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的话音刚笼 只剩下眼前黑影一闪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嘴就被一只强而有力的大鼠捂住 紧接着咽喉一凉 耳边传了车里带被割破的吃吃漏气声 鲜血 咽喉处 急事而冲 风口快速地把两名保卫拖入草丛 那两个家真拼命地挣扎 可身体的力量在快速流逝 挣扎的力量越来越小 最后双腿轻轻松两下 脑袋慢慢地歪向一边 别墅监控室内 急事正在打牌 不时地回头看看监视器 等他们再回头看的时候 站在门口的两名保卫 一个家伙骂他 骂他 保译你这两个混蛋 又跑那去偷懒了 这个家伙不耐烦地喊 骂他 不要管那两个混蛋 你出牌了 风口说 老大 我们重新去 这堂头 不行 这里我们不熟悉 而且 院里一定还有宝贝 一旦交火 就可能把王健给惊跑了 到时候我们没地方去 然后看向大门顶端的脚头 你们在这等着 我去看看 说完 把狙击镜在枪上卸了下 把枪交给李涛 猫着腰在监控的层 跑到墙下 然后双脚用力 身体腾起 左手搭住墙顶 慢慢探出脑袋 举起狙击镜 看向远内 张罗跳下来 打了个手势 李涛他们几个快速跑来 杨罗轻声说 远就有70米 院里有26个人 没有暗哨 只能把他们一一解决 只要在里面的人发抖 我们之前 冲进原宿 那个垃圾就跑不了 疯子说 要是有后门呢 李涛轻声骂了 你家的房子后门还在二楼啊 疯子黑黑一笑 他也觉得自己有些白痴 南宫峰说的 我们在别墅的后面进去 杨罗轻声 我们过去看看 几个人绕到后面爬上墙 看见只有四个人 在墙下来回走动 杨罗轻一下 跳下来轻声说的 我用小战 往为消灭 枪声一响 你们再吸毒 一定要快 绝对不能让王剑跑了 李涛点头 杨罗站起身 快速跑下不远处的商务车 德尔问他 情况怎么样 杨罗一下 小意思 说完钻进车里 找到子弹冷藏箱 弹夹 换上两枚水银爆裂弹 但恩恩把嘴里的棒棒糖拿出来 瞪着大眼睛看着 喂 你知不知道这种子弹很昂贵啊 杨罗嘿嘿一笑 不要那么小气 但恩恩哼了一声 在下子拿出一把钮扣炸弹 用这个 便宜 杀伤力超强 就像你在旧金山一样 来个天女 哼的一声 把他们炸上天 尸骨无存就好 杨罗晃着脑袋不同意 不不不 还是用枪声的 勾一下手指头就行了 杨恩恩 嘻嘻一笑 哼 无所谓 反正这种子弹数量不多 你都用完了 金阴战士来找 干死吧 杨罗扭身刚想下车 听见戴恩恩的话 身体一顿 只能无奈的妥协 现在供和骷髅会 一定在火拼 抢夺盒子卖 研究资料 根本就没有时间 顾及他们 可谁也不能保证 供给会 会不会发疯 突然来找他们报仇 到时候子弹不够用 真 戴恩恩得意的一笑 哼 本姑娘说的可是金语良 还是听话的好 眼皮比城墙还红 对于戴恩恩的调侃 毫不在乎 把戴恩恩手里的 十几枚钮扣炸弹 接了过来 不够 再多拿俩 戴恩恩小手 在兜里 又掏出一把炸弹 杨罗接过来 挨个地按下 起包按钮 杨罗说 戴恩恩也跟着跳了下来 杨罗回头 你下来干什么 戴恩恩嘻嘻一想 哼 遥控器被风耍大哥弄坏了 没有我 你怎么让炸弹起包啊 杨罗一翻白眼 这才知道 戴恩恩说了那么多话 原来是单手无聊 想玩玩 戴恩恩推了杨罗一把 走吧 一会儿天 杨罗无奈地指着别墅一片 那位置比较高 你去那带着 不要乱跑 戴恩恩猛点头 杨罗让他参与 除了卖身 估计什么要求都会答应 杨罗还是有点不放心 杨罗 你和戴恩一起过去 戴恩恩拉着送围 那个小丫头 鬼头鬼 跑向那片小树林 杨罗和欧阳南西 紧着 杨罗看着戴恩恩几个人 小树林里 这才扛着枪 一摇三晃的 别墅大门 别墅会客 里面坐着两个东方人 一名四十多岁的 中等身高 脾型有些胖 眼中值得闪过 锐利的光芒 他对面前纪 大概在五十岁左右 穿着一身鼻腔 由头正亮的头发 紧贴着头顶 王嫂 大日本帝国 中国情报部门 和政客的支持 希望您 读读 说完 把身边一个手提箱 拎起来桌 咔的一声打开 满满一箱子 绿油油的钞票 呈现在王剑年前 王剑眼睛一亮 贪婪的目光一闪而过 笑呵呵的说 九野局 这样吧 你要知道 钓鱼岛问题很复杂 美国不可能站出来 给你们正面支持 秋野小眼睛 眨了咋 在这面前的钞票 王嫂 只要能得到 这只是定金 吃成之后 我会再给您 两一美金 王剑犹豫了半天 最后很为难的说 好吧 我打个电话 成绿不成 我不能 秋野点头 站起身 走出会客室 顺便把门关上 然后就在那等候 王剑看了门口一眼 其电话拨了一串号码 时间不长 对方 听筒里的声音 有些激动 王剑靠在椅背上 很慵懒地说 布鲁克 什么是这么大火气啊 布鲁克说 那批军火被截 你难道不知道吗 哼 有笔生意 你做不做 什么生意 一笔大生意 好 保证你能解决麻烦 而且 很能力 说 我现在可没有时间 和你先聊 王剑呵呵一笑 并没有急事说 而是拿起桌子上的学家点上 这才说 有一个日本人来找我 希望我们安全局和政府 在钓鱼岛问题上支持他们 给我们一个亿 这些钱我一分不要 去 哼 我的天哪 王 你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那些该死的政客怎么回 一个亿 这挺有人的 要说布鲁克不心动 那是假的 自己只不过是个小人物 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 怎么能说得上话呢 不不不 你听我把话说完 想过没有 既然人才有胆量 劫走那批军火 你已经有了退路 想找回来 可不是那么容易 还有我们的老板 旧金山发生的事情 已经焦头乱额 军火被截 他多少也要分 虽然不至于被弄下台 但也不为了 还有阿维尔那个老家伙 丢了价值一席的军火 白宫那些该死的政客 看着他身眼 肯定会找他的麻烦 这笔钱 一切都可以解决 而你 会得到想尿的功劳 次 布鲁克克来了静止 我怎么做 你把这些钱给老板送去 把日文都说出来 我想老板会愿意帮忙 听科威尔掌握的话语权 还是能说动白宫支持日文 就这么简单 要老板自然知道 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 好 你马上让那个日本人 把钱汇到我的账户 今天一天也没有线索 老板把我筹骂了一顿 事情不能再拖了 没问题 说完挂断电话 起身走到门边把门打开 脸上露出血泥的笑容 丘爷军 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说服对方 不过 就没回到账户 丘爷眼睛一亮 点头说的 没有问题 建您来到用用 跟我来吗 王普向可听 指着电脑说 那儿 把自己的账号 和布鲁克的账号 说了一下 把钱分别汇入这两个账户 十多分钟后 丘爷关上电脑 王嫂 钱已经汇过去了 说完 他深深拘了一躬 多多拜托了 忙见你摆手 然后抓起电话的出口 钱已经汇过去了 你查一下 嗯 已经收到了 我马上去见 王健放下电话 走到前 拿出两个酒杯 喝一瓶红酒 笑着说 丘爷军 我们来庆祝一下 丘爷笑着接过酒杯 王健把账户倒上 然后自己倒了一杯 监控室 这几个家伙还在打牌 根本不知道死神一命 一个家伙回头看向监控器 突然愣了一下 这个杂费是谁 怎么会站在门口 包里和亲你那两个混蛋呢 到底跑哪去了 他的话引起所有人 回头看向监控器 这件画面 这件画面里那个人抬头对着摄像头咧嘴一笑 然后竖起中指 张开嘴说了一句话 虽然他们听不见 可看夸张的嘴型分析出来的 是在说 美国佬都是猪 Shit 那个混蛋在骂我们 这名宝卫骂了 另一名瘦小的宝卫突然出惊 你们看 他尽上坑的是什么 这些人被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 弄得有点发懵 经过提醒 才注意到画面里那个家伙 肩膀上扛着一把超大型的狙击枪 几名保卫愣了一会儿 突然一个机 丝毫一声站起身 砸着武器往外跑 杨洛和黑一笑 一脚狠狠踹在门上 强声惊动了里面的包围 一个个拿着手枪取出了出来 什么人 杨洛站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抬起手挥了挥 哎 你们好啊 杨洛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看起来 这帮家伙应该是政府某个部门的 不然早就开枪了 杨洛拍了拍肩上的狙击枪 你是说让我放下这个大家伙吗 那名黑人点头 走到距离杨洛十几米远的地方停住脚步 紧张地看着他 把枪放下 杨洛笑嘻嘻地说 伙计们 不要这么紧张 我不是来找麻烦的 是给你们送礼物来的 书完把手里的钮扣炸弹扔了出去 那些宝卫见到杨洛手一扬 一些黑色像是小石子的东西漫天飞了过来 对面这个家伙来这里的目的不明 现在又扔了一把不知道什么的黑色物体 哪有不紧张的 几乎同时纵身而起 扑倒在地 死死抱着脑袋趴在那 可是过了一会儿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一个个慢慢抬起头 左右看了看 那名黑人爬起来 狠狠骂了一句 Shit 居然敢耍我们 说完 怒气冲冲地走向杨洛 举起枪喊道 蹲在那里 不许动 监控室里的那几名宝卫 疯狂地向大门口奔跑 杨洛看着几个人越跑越近 黑黑一笑 各位 礼物给你们了 希望你们笑呢 然后挥了挥手 再见 说完猛然一转身 身体腾空而起 跃向右侧的墙壁下 哄哄哄 大地一阵颤抖 那些宝卫瞬间就失去了听觉 双耳流出血丝 突然 他们惊恐地发现 身体被一股庞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抛向上空 而且这股能量还在撕扯他们的身体 还没来得及发出惊恐的惨叫声 就瞬间被猛烈窜起的火光吞没 刚刚跑到半路的几名宝卫 突然停下奔跑的脚步 傻傻地站在那看着大门口 啪 不知道什么东西从听而下 砸在一名宝卫的脑袋上 然后掉落在地上 几个人低头看去 是一条被炸得焦黑的人腿 快回去 一个家伙突然喊了一声 转身就往回跑 可是已经晚了 身后传来几声沉闷的枪响 喷喷喷 几名宝卫脑袋上抱起一朵血花 到死他们也不知道敌人是谁 怎么回事 王剑手一抖 一杯红酒全都洒在了身上 秋爷脸色苍白 颤抖着声音说 好像是爆炸 还有 还有枪声 王剑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 快速跑回自己的房间 很快拿着枪跑了出来 也不管秋爷 向门口跑去 刚跑到门口 突然停下脚步 慢慢退了回来 你 你想干什么 一个黑洞洞的枪口 顶在了王剑的脑袋上 他得出了细密的汗珠 李涛看着王剑笑着说 王主任 原来你在这儿逍遥啊 可让我们好找啊 王剑一听就知道 这些人是国家派来追杀他的 看来天在街难逃 想着这儿一咬牙 脑袋一歪 举起枪就要扣动扳机 突然感觉他枪的手腕一紧 紧接着就听见咔嚓一声 可怕的骨骼断裂声传来 手里的枪 往地上 王剑慢慢低下头 看着已经折断 诡异的扭曲着 这时候 他才感觉到一种 无法忍受的疼痛 通过痛经传入大牢 啊 王剑捧着手腕 脸上已经没有了血色 凄厉的惨叫声 让人听得有点毛骨骚的感觉 李涛眉毛一条 骂的 骂的 叫喊什么呀 抬起腿 狠咬了王剑的肚子上 砰 王剑的身体飞而起 惨叫声也戛然而止 又是啪声落在地上 一动不动 鹏子看了李涛野 操 你不会把这个家伙 踹 死了吗 我还没玩够呢 要是死了 可没得玩了 杨洛扛着狙击枪 晃晃悠悠走进来 看着身体动了一下 嘴里发出若有若无的痛心声 杨洛走过去 就像拎起一样 把王剑拎了起来 笑眯眯的看着 王剑的有些扭曲的脸 瞧 约死了 你居然这么命大 也不知道是你 我不信 疯子黑黑一笑 嘿 老大 那里还有个朋友呢 看着好像是鬼子 杨洛扛 杨洛手一锁 把半死不活的王剑扔在地上 看着秋野 日本人 秋野身体一直颤抖个不停 听见杨洛的问话 本来苍白的脸色更加苍白 是 哦 杨洛呜了一声 笑着一拍秋野的肩膀 秋野双腿一圆 扑通坐在了席上 秋呵呵一笑 蹲起身体 和颜悦色的说道 不要怕 我是中国人 虽然十年前 我们两个国家 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过去那么长时间 而且我们是友好邻邦 也一直在说中日友好 我今天不会杀你 秋野死灰色的眼睛 出现一丝尸 你 你真的不杀我 杨洛狠狠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 愤怒的说 我们中国人一直都是很讲诚信的 我们日本人 连历史都不敢承认 说话就像放弃 没有一点信用 杨洛好像颜色气得通红 又狠狠一巴掌 拍在了秋野的脑袋上 这一次把这个小鬼子 打得是眼冒金星 脑袋嗡嗡之响 你居然不相信我 骂的 简直是如此理 秋野晃着嗡嗡之脑袋 听见杨洛愤怒的话 急忙说道 不不不 我相信 你的话 我相信 中日友好 杨洛便脸翻书 愤怒的表情突然间消失 思乱来的是满脸笑容 说完站起身 八道 去找警察开开心 疯子用枪指了指秋野 小鬼子 跟我 千万不要做出让我误会的举动 不然 老子一枪打爆你的脑袋 秋野哪有胆量逃跑啊 迈着副双腿慢慢向外面走去 李涛托死狗一样 托着王剑跟在他们身后 车边 德尔他们已经回来了 戴恩恩瞪着大眼睛 好奇的看着王剑和秋野 谁是那个叛徒 李涛说 戴恩恩小手一指秋野 这个老家伙呢 疯子说 小鬼本 戴恩恩眼珠一阵鸡里咕嘱 看着杨洛笑嘻嘻的说 杨洛 杨洛挥了下手 拿去玩吧 戴恩恩把嘴里的棒棒糖拿出来 满脸笑容的围着秋野转了一指 看着戴恩恩漂亮的不像话的脸 还有可爱的笑容 不知道为什么 秋野感觉到浑身发冷 一股寒气在心底上 几两股一阵发麻 头发都竖了起来 你 你要干什么 戴恩恩伸出小舌头舔了一下棒棒糖 然后放进嘴里 开着头说的 嗯 配我玩个游戏吧 秋野连忙摇头 不 不玩 他可不傻 而且非常狡猾 他已经看出来了 面前这个看着狐害的漂亮小女孩 绝对很危险 甚至 这个小女孩比杨鹿还要可怕 戴恩恩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 脸蛋上露出可爱的小酒 玩一次吧 就一次 好不好 打个像布朗古 不不不 我不玩 戴恩恩收起笑容 恶狠狠地说 小鬼子 你玩不玩 你要是不玩 信不信本空 秋野后退几步 终日友好 终日友好 我们是友好章啊 宋维把脑袋戴恩恩身后探出来 饶有兴趣地说道 哎 后线 听我一个吧 戴恩恩伸手按住他的脑袋 把他按了回去 小孩子 不要这么贪玩 哼 听见戴恩恩的话 杨鹿忍不住笑了一声 一刀他们想笑却不敢笑 脸色憋得通红 戴恩恩瞪着眼睛 我的话很好笑吗 杨洛急忙插开话题 我说的 要玩就快点啊 一会儿天亮了 戴恩恩在小包里拿出一枚钮扣炸弹 起爆按钮 杀大哥 把他的嘴弄开 疯子捏开秋野的嘴 戴恩准确地把钮扣炸弹扔进秋野的嘴里 让他咽下去 疯子拇指和食指掐住秋野下额两边 微微用力向下一拉 秋野的下额被他卸了下来 然后横口也胸口拍了一下 咕噜一声 秋手扣炸弹咽了下去 疯子又把秋野的关上 好了 秋野急忙伸进嘴里 想把东西抠出来 戴恩欣欣一笑 拍了拍秋野的肩吧 哼 抠不出来了 认命吧 秋野抠了点血色的脸 又变得苍白 你 你给我打 戴恩恩歪着头 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小脑袋 扭扣炸弹 这炸弹这俩字 把秋野吓得是魂飞魄散 看着杨洛颤抖着声音说的 你不是说不杀我吗 中国人最想诚信 不反悔 杨洛嘴角勾起一摸 指责戴恩恩 是他要杀你 喝了 要是被炸死了变成鬼 千万不要找我 友好 中日友好 我们两国是友好邻邦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戴恩恩脸上 又露出了可爱的笑容 可看在秋野眼里 这个小丫头 就像披着天使的恶魔 这个炸弹的感应距离 长百米 鉴于你年老体衰 我给你三分钟时 跑出遥控器感应范围 这样你就没事了 要不出去 你的身体就会像冲多了气的气球 砰的一声爆开 想想那个情景太可怕了 你一定要快点跑啊 说完 把手腕上的电子表 开始 愣愣愣地站着呢 戴恩恩看着电子表说 过去七秒了 这秋野一个起跑 把小时候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 一边跑还一边嘀咕 中日牛口 中日牛口 看来这个小鬼子 被戴恩恩吓出毛病来了 宋维在戴恩恩身后蹦出来 一边拍手 一边兴奋地喊道 加油加油 快点跑啊 戴恩恩姐把你炸没了 戴恩恩链上车 打开笔记本喊道 快点上 跟着他 杨洛敲了敲自己的脑 无奈地深吟一声上了车 几个人对视一眼 同时打了个冷战 这个戴恩口越来越邪恶了 居然让人把炸弹吃了的引爆 也只有他才能想得出来 这个魔女本性 还真是本性难改 山务车昏在秋叶身后 宋维小丫头打开车窗 时间快到了 秋叶回头一看 吓得一声大叫 迈开八字腿 拼命地向前冒 跑出二十多米后 本子把软强服有千斤之重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肺部好像要炸开一样 由于去想 大脑一阵阵昏运 可回头看车 还在身后十几米远的地方跟着 魏维直撑着牙 拼命地向前跑 加油加油 快跑啊 时间到了 你的身体就要爆炸了 宋维幸灾乐祸的一声死着 杨罗看了看时间 快点 我们跑 戴恩恩嘴里含着棒棒糖 一会儿 一会儿就好了 李涛笑着说 一会儿啊 他就累死了 戴恩恩嘻嘻一下 我就是要累死他 小丫头的话连杨罗都不明白 你不是要把他炸死吗 戴恩恩晃了晃小脑袋 不要把他累死 让他扔到警察局门口 杨罗说 怎么不扔到白宫门口呢 对哦 我怎么想到呢 杨罗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 算我没说啊 戴恩恩翻了个白眼 可我听见了 就怎么办 把小鬼子扔到白宫 李涛一声声音 戴恩小姐 把小鬼子扔到白宫门口 无所谓 可调引爆炸弹 知不知道那是什么行为 我们会有天麻烦 戴恩恩把嘴里的棒棒糖拿出来 看着杨罗听听一笑 哼 我们什么时候怕过麻烦啊 对不对 杨罗背脚勾起一抹笑意 也对 美国老子们畅谎 我们应该给他个下马威 戴恩恩的小手 在杨罗肩膀上拍了一个 这就对了 打打美国鬼子的嚣张气焰 这时 车嘎吱一声停了下来 宋维突然喊道 恩姐 日本鬼子昏 杨罗几个人也下了车 走过去 看见邱也口吐白目 身体缩成一团 不停的抽搐 戴恩恩用脚踢了踢 邱也一点反应都没有 杨罗蹲下身体 翻开邱也的眼皮看了看 然后把手指按在 脖颈的大动脉上 过了一会儿 又放在邱也的胸口 瞳孔患散 脉波微弱 心脏已经停止 死定了 不会吧 欧阳南希说 这才跑了多远就累死了 疯 疯子狠狠 拍了一下他的脑袋 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 欧阳南希揉着脑袋 不服气的说 你懂 那你说说 疯子不屑的哼了一声 哼 我才没有时间和你费口舌 欧阳南希 吃下一声 哼 你也不知道吧 疯子很无耻的说道 你还是问老大吧 我懒得回答你 杨罗一笑 这叫呼吸性缺氧 人在运动的时候 血液会加速循环 如果长时间运动 而得不到休息 肺泡里通气量会减少 血液通过肺部所得到的氧气量 自然也减少 动脉里的血氧含量 也跟着降低 快速跳动的心脏 得不到足够的血氧供应 人就会感觉到胸口发闷 大脑昏瘴 如果这个时候你晕倒了 身体强壮的会慢慢恢复过来 身体差一些的 比如有肺部疾病 或者心脏病的 就死定了 欧阳南西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啊 看来这个小鬼子 有肺部疾病 或者是心脏病 才这么快就累死了 杨罗微笑着摇摇头 也不能这么说 这个小鬼子死得这么快 最大的原因还是惊吓 说完 转头看着宋维那个小丫头 笑咪咪的接着说 小气是这个小丫头 一直在喊要爆炸了 要爆炸了 估计是你 明知道肚子里有炸弹 也承受不住这样的精神压力 李涛说 走嘛 一会儿天真的亮了 说完 和疯子一起 把小鬼子扔进后备厢 几个人上了车 直奔约定的地点 急驰而去 美国安全局总部 福克斯看着站在那的布鲁克 一句话也不说 把布鲁克看得心里直发谋 老板 你要是不同意 我马上把钱给他退回去 福克斯还是没有说话 站起身 来回在办公室走动 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我去见奥韦尔 你随便找个黑帮 把他们灭了 让他们被黑过 然后写个报告给我 就说军火已经被走私出国境 这些钱 就是他们交易的赃款 至于日本人的要求 我想奥韦尔那个老狐狸 也不会反对 事情过后 我会向白宫提出来 布鲁克精神一振 是 这件事情 我一定 说完 快步走了出去 刚刚走出来 就看见他的心腹 围固 跟他去 头 好消息 布鲁克说 什么好消息 我们得到情报 凌晨两点 有两个黑帮组织 有军火交易 地点就在南岛的一个农场 布鲁克 亲生们 情报 准确吗 准确 他狠狠回了一下拳头 好样的 马上把空气队的哈利森队长找来 我在办公室等他 哦 维布点头快不离开 布鲁克回到自己办公室 脸上兴奋的笑容 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找到一张 看了一下 上帝 您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这个礼物我非常喜欢 明天我一定会去教堂感谢您 时间不长 一鸣穿着黑色土作战服的军人敲门走见 布鲁克先生 您找我 布鲁克笑着说 哈利森上校 你们有活干了 明天有黑帮分子在南交一个农场交易军火 其就是被劫的那瓶 然后点着桌上的地图 你是美国最精锐的 这里就是那些恶棍交货的地方 那时间是凌晨两点 距离现在还有不到四个小时 我希望你能够制定一个完美的计划 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 把他们彻底消灭 哈利森不满的说 布鲁克先生要对付这岁 还用制定计划 我们可以脱下军装滚蛋回家了 您可以放心 按照我的 我会把他们全部歼命 布鲁克微微一笑 好吧好吧 你们怎么做 不管我的事 走出废弃的工厂外 杨洛他们下了车 高买的兄弟已经回了 见到杨洛他们急忙走过来 一名大汉 杨先生 人我们已经抓来了 把他们带过来 大汉一挥手 几名压着被捆得严严实实的三个人走了过来 杨洛上下打量一下 一个家伙的被塑料胶带封着 正瞪着眼睛看着他 杨洛笑着说 三位介绍一下 我叫杨洛 国家一直都挺关心的 怕你们在这水土不服 过得不好 我来看看各位 三个家伙的很明显的遗产 眼中闪过惊慌的神色 屁呜呜的想说什么 杨洛在大出眼点了一颗 深深抽了一口 轻声说 唉 说句心里话 我真的不想来 因为杀你们太没有挑战性 可上 我也没办法 现在呢 我来了 而且把你们也抓来了 那我找过老玩儿了 鱼了鱼了 看看他们有没有能赶 找我回去 杨洛说完 回了下手 把我做的定时炸弹拿来 戴恩迈开腿 蹬蹬蹬跑回车里 然后小心翼翼的抱着炸弹 走了回来 拿来了拿来了 杨洛把他拿过来 笑眯眯的说 这个东西你知道吗 对 是液体炸弹 是我介绍你们做的 只要倾斜十五度角 就会爆炸 我保证绝对会把你们炸的 灰飞烟灭 骨头扎得不胜 你们可要小心 很多 那三个家伙眼睛瞪得溜圆 好像要把杨洛吃了一样 杨洛微微一掘 邪恶的一笑 那很绝望对吧 但你们不要想着 等我闯到你们身上之后 和我同归于尽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我会通知警察来救你们 所以不必那么想不开 说完 也不管三个家伙眼绑在了他们身上 这个世上没有不怕死的人 只是知道不可能生还 所以他们才想死前 要拉个垫背的 你只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还有活着的心 那么他们就会死死的抓住这个机会 不会放 杨洛做完这一切 把这个家伙送到那个废弃的厂房 两个人送到我们之前选好的 另外两个废弃的厂房 启动炸弹的定尸器 时间定为两个小时 我倒要看看美国警察有多厉害 怎么拆除 怎么和我们这些犯罪分子做斗争 说完又特意的嘱咐了一下 注意点不要太颠簸 不然炸弹很可能 高买的兄弟点头 知道我们会注意的 杨洛挥了下手 去吧 然后直接回酒店 看着他们离开 杨洛看了看时间 戴恩恩 给我接通美国安局的电话 戴恩恩跑到车里 打开笔记本 侵入通信媒信 这里一个虚拟号码 拨通了福克斯办公室的电话 然后把小手伸出车窗 回了回 戴恩恩已经接通了 杨洛骂出去 坐在戴恩恩身边 李玉涛他们也都上 一个个懒洋洋的靠在车座上 拿出烟子 吞云吐雾 福克斯没有急着去找 而是坐在办公室里 想着 紧的皱着 过了好半天才站起身 可刚想离开 办公室的电话 就响了起 福克斯拿起电话 福克斯 福克斯学长您好 听筒里的声音有些沙哑 单去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感 福克斯眉头皱着起来 你是谁 福克斯先生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看见你养的狗 有两条被杀了 还有四条被人牵挡上了炸弹 另外一条被打昏抓走了 这六条狗 是几年前在中国跑过来的 福克斯心里一动 没有说话 而是把电话轻轻地放从桌上 然后快速地跑了出去 还带着几个人走了进来 手上还拿着监听 放松设备 福克斯要 那几名手下迅速把设备装上 福克斯拿起电话 他还担心对方会把电话挂掉 可没想到还在等着他 你的话我不明白 能不能说清楚 听筒里一点声音都没有 福克斯心里一紧 金少 你怎么不说话 请你把话说清楚一点 谁被杀了 突然 听筒里传了一阵狂傲的笑声 我再等你把追踪设备装上了 但没有挑战性 福克斯的心一沉 看来这个家伙很专业 不好对付 你到底是谁 哼 你一直在找我吗 哦 对了 金山的爆炸案是我干的 拿着电话的手一紧 听筒里再次传来 沙哑 疯狂的笑声 哈哈哈哈 他杀了两条狗 有意思的是 他们起了中国 一个叫郑震江 另一个叫徐家屯 说到这儿 听筒里声音 哎呀 我想起来了 这两条是没有用的狗了 对你们来说死了更好 不过呢 还有三条狗被我抓来 他们叫什么来着 让我想想 听筒里再次没有了声音 福克斯急忙看向那几个手 可见到他满头大汉 捂着话筒问道 怎么样 一个家伙擦了擦额头 老板 信号的来源 来源 在哪 福克斯怒声喊的 那个家伙又擦了一下 信号的来源是 是我们的通信委席 什么 福克斯一阵怒吼 刚想开口大骂 听筒里突然传了一声大喊 啊 我想起来了 喊声把福克斯吓得一哆嗦 脸色顿时变成 那些手下还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 这么势态 强忍着笑意 低头一顿 福克斯深深吸了口气 强压住心中的怒火 恨不得把电话另几个家伙抓过来搅成肉像 听筒里声音充满的戏血 好像知道刚才的反应一样 对不起 福克斯先生 刚才吓到您了 现在的福克斯真不知道是什么责问 是吧 自己被这样刷过 真他妈的见鬼了 想当年拉登那个老家伙也不敢对自己这么挑衅 福克斯先生 我知道你很生气 恨不得把我剁碎了 对吗 这要看你们有没有本事抓了我 对 我绑上炸弹的那三条狗叫范炳坤 沙鲁和榴莲坤 这些畜生对你们来说有了 死了就死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还有一条狗也被我牵来了 他叫王健 听到王健这个名字 福克斯深 王健可是海军部军事情报局亚洲组站长 他手里掌握的东西可不只是中国的情报 几乎亚洲所有国家的一些机密都 福克斯先生 赞炳坤 邵正宗和刘连坤 被我关在东西南郊外的废弃工厂里 两个小时之后 炸弹就会爆炸 这样你们能找到它呢 公拆除炸弹 我就放了王健 要输不了 明天给王健收拾吧 我还会把他掌握的所有情报 公布 嘟嘟嘟嘟嘟 听筒里传了一阵忙意 福克斯愣了一下 紧接着一个机灵跑了出去 召集各个部门开会 而在他办公室请手下面面相识 今天他们的老板 接耳机二连三失去平时的冷静 杨洛眼中小幽冷的鸿蒙 走吧 我们去问国家大教堂 疯子们 老大 去教堂干什么 你亏心事做多了 上帝忏悔 杨洛回到疯子脑袋上拍了一下 老子就是亏心事 也要向观音姐姐忏悔 怎么可能去找上帝娘娘的 圣顿大教堂 位于西北区大教堂所圣阿尔本斯山 三百九十一岁的尖顶 成为全市的最高点 属于美国市 他一方面担当圣工会 华盛区主教堂的指责 另一方面 由国并进行全国性宗教纪念活动的场所 二战期间 为跨洋作战的美学室 在此多次举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庆祝美国在伊朗的人 商务车停在了教堂不远处 杨洛下了车 李涛他们跟在杨洛身后 仰头向前方看去 英国哥特式结构 用大理石建造巨大穹顶 配以长柱尖顶 卷形花边 各种浮雕 怪兽滴水举 相有各种彩色玻璃的大小堂 神圣庄严敢扑面而来 戴恩恩小丫头摇头晃脑 感叹地说 真壮观啊 要是把他炸了会不会很好玩 杨洛脸一黑 惊高地说 戴恩我告诉你啊 你可以把白宫炸了 但绝不能打教堂的主意 戴恩恩一撇嘴 喂猫 宋威小丫头说 恩姐 你真的不能把教堂炸了 宗教信仰是不可亵渎的 那些信徒可是非常疯狂 说不定会烦你 哼哼 小丫头说到这儿哼哼两声 戴恩恩不屑地说 那又怎么样 热毛了姑奶奶 扔颗原子弹在他们头顶 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小丫头虽然这么说 但是气势比刚才弱了很多 她也不是害怕 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还真没有什么让她怕的 只是她也知道 美国是正教分离 找美国政府的麻烦 没有必要再招惹那些被洗脑的信徒 李涛问 老大 你来这里不会只是想看看吧 杨洛抬头看着教堂上的十字架 嘴角露出嗜血的笑容 把王剑绑在十字架上 一定要让他死得轰轰烈烈 好啊好啊 宋维兴奋的又蹦又跳 杨洛看着宋维兴奋的样子 无奈地摇摇头 只能感叹这个世界的疯狂 现在的小女孩 整天到晚的都在想什么呢 居然都这么血型 南宫峰 把那个家伙给我弄过来 南宫峰一点头 走到车里 他还在昏迷的王剑拎了出来 然后抡开了膀子 一阵大嘴巴抽在了王剑的脸上 啪啪啪 王剑惨叫一声睁开眼睛 然后就看见一张笑眯眯的脸 王主任 你好啊 王剑的脸被南宫峰打得不成人形 整个脑袋就像大了一圈 忍着疼痛 张嘴说道 我知道是商人派你们来的 但我要是死了 你们也不要想能够活着离开美国 我劝你们放了我留在这里 我会给你们一笔钱 好好享受下半生 何必要把命留在这儿 杨洛一阵狂笑 留下我们 就凭美国的警察 还是你背后的主子 说到这儿 拍了拍王剑的肩膀 我已经打电话通知你的客丝了 告诉他你在我手上 就看他勇气把你在我们的手里救出去了 王剑突然瞪大眼睛 肆意地看着杨洛 这个家伙不是父 就是个精神病 居然敢挑战美国安全局 杨洛看了看时间 轻声说 差不多了 好戏马上就要开眼 南宫峰说 老大 要上去吗 杨洛点头 斜笑着看着 他人 王剑看见杨洛 不意的笑容 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 惊恐地喊道 你们要干什么 要干什么 我死了 全局不会放过你们的 杨洛眼中闪过一道幽冷的鸿芒 把他的嘴堵上 南宫峰脱下自小 闻了闻 黑黑一笑 味道很鲜很浓 更喜欢 王剑眼角跳动了一下 停得晃着脑袋 躲开南宫峰拿着臭袜子的手 啪 南宫峰一巴掌 狠狠王剑脸上 骂他 老实点 不然老实点蛋黄捏碎 王剑捏打 也绝对不会让南宫峰的袜子 塞进自己 南宫峰骂他 骂他 还不老实 说完 掐住王剑脖子 这一下 王剑脑袋不晃了 拼命挣扎 要睁开南宫峰 掐着他脖子的手 可求就像一把大号铁钳 任他如何 闻思不动 王剑的两脚 眼珠突出眼眶 本能让他张开嘴呼吸 可嘴刚刚张开 一股突出进鼻子 紧接着嘴里被塞进了什么东西 还有一点咸咸的味道 南宫峰 然后把自己的衣 撕下一条绑在王剑的嘴上 一边拼命的呼吸 胸口不停起伏 过天才换过劲呢 伸手想要把绑在嘴上拿掉 脸上又狠狠狠挨的眼光 这王剑被打得眼冒起 身体晃悠了半天才稳住 杨洛沉申说 把他扒光 因为人家说过 人赤条条的来 就要赤条条 李涛疑惑的说 不说了吗 杨洛一瞪眼 我说 你反对啊 不 不反对 不反对 你家说是就是 好了 把这个家伙弄上去吧 说完回头看着戴恩 带你的棒棒糖给我一颗 戴恩恩狐疑的看着他 你要棒棒糖干什么 短短十来分钟 福克斯开完了紧急会议 下属部门的头条分开行动 联合警局 必须要在两个小时之内 找到被绑架的人质 其实福克斯也知道 恐怖分子是没有扯奖的 可不管怎么说 一定要把人救着 不然他们连叛逃过来的特工都保护不了 以后就是给再大的利益 也没有人为他们做事 毕竟钱可以赚 但命只有一条 旧金山承西 这一期的工厂 刘连坤看着身上的炸弹 当时竟把他折磨得没有一点精神 就在他赶逛的时候 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跑了进来 刘连坤看到警察终于找到了 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就放松了很多 身上瞬间被汗水打透 整个人也精神了很多 一名车装的白人中年人挥了下手 然后那些警察开始警戒 白人青年和一群的防暴服拆弹专家 来到了刘连坤身边 然后微微弯腰 撕开他嘴上的塑料交代 你认不认识绑架你的人 看到他们了 他们有多少人 那名传家不满的说道 梅洛迪 你这个该死的魂奈 我被你再问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洛迪说道 诺埃尔 你这个黑鬼 这个炸弹这么复杂 你要拆除不了 把它罩死了 线索就会断掉 泰尔夸张的喊道 梅洛迪 你居然不相信 为什么还要让我来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这么复杂的炸弹 我还没有使过手 洛迪蹲下身体 仔细地看着 绑在那名宝贫的炸弹 然后喊道 该死的混蛋 你看看 我们被耍了 这只是普通的炸弹 根本不是什么液体炸弹 然后 是人接在炸弹上 和玻璃管的那根铜线 拔了下来 梅洛迪 看见诺埃尔的动作 心里不禁一抖 没有发生想象中的爆炸 才松了口气 诺埃尔 一去乡里 拿出一把铁钳 这个非常简单 红黄绿 三种颜色的连接线 只要剪断了这根 绿色的铜线 就一切OK了 梅洛迪急忙喊道 等等 然后先就走 他可不想留在这 万一出现问题 一定会死得很惨 诺埃尔总了总监 看着站在远处的 洛迪喊道 你这个胆小鬼 现在可以捡了吗 梅洛迪点头 神色又紧张 双眼死死盯着 诺埃尔拿着铁钢 咔嚓 绿色铜线 定时器 滴的一声 停止了跳动 诺埃尔站起身 拿掉脑袋上的防部 走向梅洛迪 梅洛迪可是最优秀的柴弹专家 看看吧 这么高 你应该为刚才 对我的不信任道歉 这个时候 梅洛迪感觉很轻松 只要在那个中国人身上 找到那些恐怖的线索 绝对是大功一件 所以 也没时间 点计较 好吧 好吧 我为我刚才的话道歉 然后一挥手 说完 和诺埃尔往外走 几名警察 快速跑过去 解开 扛着刘灵 身上的绳子 突然 扎着的定时器 一阵滴滴响 诺埃尔一声 该死的是延迟气包 一个前 双手护头 趴在那 梅洛迪反应也很快 就和同时 和诺埃尔一样 趴在那 一动不动 哼 身下的大地 一股恐怖的气浪 把他们推出了 极危 一切都平静以后 他们才狼狈地站了起来 梅洛迪背后 焦黑一股 火辣辣的疼痛感 看着诺埃尔眼睛 能喷出火来 刚刚还在想着立功 想着巨像 什么都没了 没有火气才怪了 诺埃尔 你这个狗娘养的黑鬼 你不是很有把握吗 怎么会爆炸的 诺埃尔不可思议地 看着爆炸现场 人体碎块 到处都是 圣地 我们炸弹和起爆器的 连接线被剪断了 为什么起爆器 连迟起爆 梅洛迪冷了一眼 对着那些 还傻傻站在 不远处的警寿吼道 还站在那里干什么 快点处理现场 华盛顿城南的废弃工厂 范炳坤被绑在一根石柱上 把着身体上的炸弹 顶湿器一点一点跳远 脸色已经变得苍白 毫无血色 盛顿炳坤被堵住的嘴里发出一阵凄凉的呜声 深入狂的扭动 想要挣脱绑着他的绳索 可看着晃动的蓝色液体 动作又不甘太大 过了一会儿 三炳坤停止挣扎,晃着脑袋绝望地看着前方,心里不停地喊着,我真的不想死,我还没想死。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沉重而又杂乱的脚步,三炳坤死灰色的眼睛出现一层,砰。 厂房破败的大马开,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跑了进来。 范炳坤精神一阵,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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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范炳坤刚刚恢复色彩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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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是跑过来的警察没有任何犹豫,翻身扑倒在地,却说是训练有素,呜. 一团火焰腾空而起,绑着范炳坤的石柱被炸得碎石纷飞,烟尘布满整个空间,什么也看不见,当烟尘散尽的时候,就看到范炳坤被炸得稀一块儿,哪儿都是。 同一时间,城东一处废弃的工厂也传来爆炸声,火厂房里面窜出,映红了半边天空。 华盛顿大教堂顶部,一个大大的十字架耸立在那儿,杨洛嘴里含着战恩给他的棒棒糖,看看被绑在十字架上,然后又看看手表,呵呵一笑。 死了,全都死了。 王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嘴里呜呜地想说什么。 杨洛眼里露出稀血的目光。 你有话说? 刘洛眼里点头,杨洛招了下手。 南宫峰,把你那个臭袜子在他嘴里拿出来。 南宫峰黑黑笑着走了过来,把绑在王剑嘴上的布条解开,掏出嘴里的袜子。 王剑急喘急口气。 放了,放了,放了我,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 杨洛笑眯眯地说。 我就是想要你的蜜。 不,不。 王剑急忙摇头。 我可以给你钱,给你很多钱。 哦。 杨洛一听,有兴趣地问。 你能给我多少钱? 五千万,是美金。 你以为我会缺这点钱吗? 一亿美金。 杨洛还是微笑着摇头,王剑一咬牙。 一亿七千万,这是我全部的家吧,只要你放了我,我都给你。 杨洛收起笑容,坚冷地说。 这点钱,咋动? 杨洛咬碎嘴里的棒棒糖,刀棍拔出来,仔细地看了看。 这是呢? 你说,如果我把这根塑料管洗得让血一滴一滴地流下来,你会什么管说? 王剑突然瞪大眼,眼里满是恐惧。 看着杨洛拿着素人在眼前不停地晃悠。 银行账号告诉你,里面有三个多亿。 杨洛把他眼前晃悠的手放下来,敲了敲,很为难地说。 三个多亿啊,还真让我心动了。 这点整机也不为难一点。 queda购壳的手放下来,敲 Folge这现场 dovager抓住,怎么不能够恨啊?